还历时两年半总算通关了这个塔房游戏 一时间他都忍不住在直播间兴奋的大叫起来 这些观众也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能通关这款游戏 原来这是一款以极高难度著称的古典游戏 守护帝国 游戏发布十年后的今天 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通关者 我和大家说过吧 再难的游戏也是为了被攻略而存在的 男孩是一个直播高难度古典游戏的主播 在成功通关后 他也收到了不少粉丝送的礼物 但比起这些更让他感到开心的 是作为职业玩家通关游戏带来的喜悦 不过所有的一切也并非那么完美 在攻略游戏的那些时日里 观众们也许是和游戏内的角色产生了感情 他们希望在最终决战时 所有角色都能生存下来 但结局是 除了主人公卢卡斯 其余的人全都丧命了 但男孩的目的毕竟不是让全员幸存 而是结束游戏 终极BOSS以无法入睡的湖水公主为结尾 结束了游戏 卢卡斯依然站在那个地方 站在自己打倒的敌方塔前 茫然地站在像山一样堆起来的 友军和敌军的尸体上 男孩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只是一个游戏角色吧 但卢卡斯的背影看起来有点孤单 随着结尾制作人员的名单出现 这两年半的执着也算有了一个结局 但男孩内心却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失落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屏幕上的一条弹幕 开发商是不是应该给个什么奖啊 这款游戏之前因为难度太高而饱受争议 最后甚至引来了无数玩家的谩骂 给什么奖就没有必要了 这期间和大家一起玩得这么开心就行了 毕竟这款游戏官网已经消失那么久 而且十年间也没有出过下一作作品 所以想要联系到开发商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维持自主的这些粉丝们 可就在这时 守护帝国这款游戏的总监主动联系了男孩 一时间男孩都忍不住瞪大的眼睛 因为这一则消息的出现 弹幕瞬间就被引爆 这个自称游戏总监的人 一上来就对男孩表示了感谢 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就让男孩有些莫名其妙 对我们而言还存有希望 这真是万幸 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资格和能力 请您来这里帮助我们吧 经过短暂的思考 男孩判断这可能是某个无聊的人做的恶作者 就在他准备把这个总监踢出直播间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眩运感向他袭来 他猜测可能是自己玩游戏太久了 所以休克了 不过他相信自己的观众会报警来救他了 在他倒下的瞬间 屏幕上守护帝国的豹墓也终于结束 等他再睁开眼睛时 周围居然出现了大量的魔法 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 但这里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房间了 还通关了历史上最难的塔房游戏 但他却被传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他很好奇刚刚听到的声音究竟是什么 下一秒他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朝着自己飞来 刚刚醒来的他被面前的景象吓坏 除了抱住头 趴在地上什么也做不了 冷静下来后 他开始分析现在的局势 这里充斥着战争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 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士兵发射了火炮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男孩又待在了园里 可下一秒他的身边再次传来一声巨响 可恶 你们这群人差不多就行了 但他很快就被眼睛的景象吓了一跳 无数穿戴整齐的士兵矗立在他面前 他们似乎正在抵御城墙外的某种东西 他意识到这可能并不是某个人的恶毒 但他还是很好奇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看着士兵们在城墙上忙碌的声音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处在一场战争中 就在这时一旁的士兵注意到了他 他一边奔向南海 一边还叫着皇子殿下 皇子殿下 您的身体没事吧 南海下意识以为是敌军攻上了城墙 他被面前持剑的士兵吓得连连后退 但这个时候士兵却主动跪了下 请您饶了小人的性命吧 皇子殿下 南海很好奇 面前的大叔为什么突然这样 这位先生 您要不先冷静一下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有一道强大的魔法直直飞了过来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被这道攻击直接命中 他很好奇 刚刚的那个难道是新型的炸弹吗 他很快发现 被命中的那片区域正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这边 是这边 突袭兵上来了 南海连忙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挡住一定要挡住 不能让他们上来 可下一秒 站在城墙边的士兵就被冻穿了身体 南海还是第一次 在这么近的距离看到如此恐怖的花 但这并没有结束 越来越多的士兵在他面前倒下 他不禁好奇 那堵城墙后面到底有什么 不过很快他的好奇心就得到了 因为一只硕大无比的蜘蛛已经爬上了城墙 站在了他的面前 下一秒 蜘蛛便对着南海发出怒吼 南海也没想到士兵们居然在与这种怪物对方 突袭兵上来了 快挡住他不能让他动 但在这只蜘蛛面前 士兵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南海也因为恐惧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怪物一步步爬向自己 眼看蜘蛛的力爪就要命中南海的瞬间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金发骑士 仅仅一剑就将面前的蜘蛛轻易斩杀 皇子殿下 您居然想否定事实 您的反应也太老套了 不是吗 不过南海显然还没从刚刚的恐惧中谎回来 皇子殿下 您怎么成这个样子 您是哪里受伤了吗 南海总觉得面前的这个男人有一点熟悉 他突然回忆起 曾经陪伴自己两年半的游戏女子 你难道是卢卡斯 听到这话的瞬间 男人的眼眶就湿了 果然 皇子殿下您伤到头了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您终于叫我的名字了 当了您一辈子的护卫骑士 您也没记住我 可如果面前的男人真的是卢卡斯的话 因为这款游戏 是要把疯狂涌进来的怪物拼命抵挡过 史上最困难的塔防游戏 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进入游戏世界之中 皇子殿下请您先冷静下来 现在朝我们涌过来的是黑蜘蛛军团 虽然阵地前沿现在沦落在即 但日落之后敌人就不会出没 现在距离太阳下山大概还有30分钟 不管怎样 请皇子殿下一定要挺到那个时候 男孩不知道卢卡斯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还有大家为什么都叫他皇子殿下 他很好奇 自己现在究竟是谁 经历漫长的等待后 太阳终于下山了 怪物撤退后士兵们便开始清理战场 日落开始了 黑蜘蛛军团也正在撤退 皇子殿下您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 不过男孩却望着城墙下一言不发 那里已经堆满了黑蜘蛛的尸体 但明天那些怪物依然会踩在同伴的尸体上 朝这里涌来 卢卡斯 现在是什么时间 这里是哪里 今天是帝国历649年2月的最后一天 这里是要塞城市 克罗斯罗德的前沿阵地 那么明天就是649年3月1日了 而这一天就是男孩在过去的两天半期间 玩过无数次教程的时间和地理 这也意味着 男孩就是这个帝国的三皇子 艾士帮赫特艾伯伯来 没错呀殿下 您为什么一直要说这么奇怪 原来帝国的三皇子是个出了名的疯子 要塞城市的大部分兵力都是因他而复免 而且最重要的是 艾士会在教程中迎来最惨的结局 这个游戏之所以被称为最难的塔防游戏 就是因为它同时拥有最高难度的地域斗机 和无法读取存档的铁人模式 唯一通过了地域铁人模式的艾士 有自信通过所有关卡 但除了这个教程的时间和地理 因为这个场景是绝对无法通关的 游戏设定的这个教程就注定无法胜利 因为故事 是在卢卡斯独自从怪兽的进攻中脱身开始 一共会进行三年的这个游戏中 黑蜘蛛军团是到了两年的中后期 才可以被狩猎的怪兽 但如果刚开始就面对这样的怪兽 即便是拥有通关这个游戏的经验 知道所有隐藏的技巧 艾士仍旧想不到可以通过教程的方法 而且这群蜘蛛的等级不仅高的离本 数量也达到了一千多只 而艾士唯一能用的 就只有一门S2的神器古代马内跑 但越是这个时候 艾士就越要强迫自己冷冰下来 作为职业玩家艾士清楚的知道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妙招有出路 他要找的就是更高一点点的概率 和再好一点点的方法 终于艾士找到了唯一能存活下去的希望 关了地域铁人模式的最强玩家 却在游戏世界遇到了绝对无法通关的新手教程 敌人不仅等级高达55级 而且数量还有一千多只 但艾士能使用的却只有一门S2的马内跑 可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他找到了自己唯一能通关的机会 艾士当即来到门外寻找卢卡斯的神影 你马上去帮我召集我的直属团队 您是说殿下的直属护卫队吗 您之前从未召集过 怎么突然废话少说 赶紧给我叫过来 因为我想到了能扭转这个局面的方法 很快这些人就齐聚在作战指挥师内 除了卢卡斯之外 艾士的直属护卫队还有三位成员 这些人都是艾士无比熟悉的面目 拥有超高火力的火系魔法势力 一个凶神恶煞的骑士凯恩 还有这个戴着眼镜的祭祀德米安 艾士已经在新手教程中 看过无数次他们丧命的场景了 话说回来 他怎么蜷缩在那里啊 与其他三人不同 德米安一直蜷缩在角落哭泣 德米安是因为今天失去了队友 才会这样 请您谅解 其实在游戏教程中 德米安也一直处于异常状态 所以他常常还没发挥作用 就已经丧命了 从现在开始我会说明 在明天的战斗中 各位要执行的任务 首先是作为团队主要火力输出的利益 他要担任盾牌作为主力坦克 抵挡蜘蛛的攻击 那个皇子殿下 我是一个魔法师啊 接下来是盾牌骑士凯恩 他是通过广域挑衅吸引敌人视线 用身体抵挡攻击的坦克 但他的任务是潜入到敌军阵营中扰乱你 最后就是治疗师德米安 从现在开始他将担任团队的狙击手 而卢卡斯则需要指挥剩下的士兵 维持前线 听完艾师的分配 所有人全部沉默了 该死 你那也能叫作战方案吗 因为您错误的指挥我们已经陷入绝境 如今您又说出那种话吗 现在你面对的是皇帝的 也是这前线的总司令官 我再问你一遍 凯恩 难道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 毕竟艾师在众人眼中一直都是一个疯子 而且想要通关教程 就一定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去战斗 在众人看来 艾师的作战计划不寻常且鲁莽 所以艾师现在必须让他们不敢吭声地追随他 只见艾师猛的一刀插在了莉莉身上 我相信大家都有完成任务的能力 不是吗 一时间所有人全部呆在了原地 在众人眼中魔法师是非常重要的战斗物 所以战斗之前就伤害魔法师的艾师 根本不能让大家幸福 可下一命 莉莉身上突然燃起了火焰 一时间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所有的教程角色们都有独特的隐藏特性 而且与他们的作用还正好相逢 莉莉你小时候被刀具割伤过 就是袭击过村庄的哥布林群 在那个事件之后 你便获得了火花皮肤这个特性 只要你魔力还有富人 就可以躲避所有的物理攻击 我说的没错吧莉莉 帝国的三皇子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指挥官 他不仅让拥有强大火力的魔法师去担任坦克 还要让笨重的盾位骑士悄悄潜入敌人后方 甚至连带眼镜的祭祀 都要被迫担任狙击使的意志 原来莉莉有着火花皮肤的特性 只要蓝量足够就能免疫物理攻击 虽然在游戏中这是无比鸡肋的存在 但这里是现实 只要能活用这些特性 说不定就有通关的希望 对不起莉莉 刚刚我用了非常野蛮的方式来证明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凯恩 你小时候是个小毛贼吧 出生在贫困家庭需要赡养的家人 升到骑士的位置你也挺不容易的吧 凯恩不知道为什么爱师这么了解自己的过去 重要的不是我为何知道 而是你在战斗中能做什么 原来凯恩的特性是小毛贼的生存法 只要他的血量足够 就能瞬间脱离旁人的视线 只要你想就可以隐身 也就是可以躲避旁人的视线藏起来 你是选择回答我 还是想让我再证明一次 不不用了 这种事情不用证明 我可以做到 那最后就只剩下德米安了 而且德米安是这个作战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物 你的视力特别好吧 所以你才能看清朋友丧命的每一个细节 单是我老家的朋友 他和我来自同一家孤儿院 但他却为了在战斗中救我 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皇子殿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您是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吗 还是觉得像我们这种建议 就是给位高权重的人助兴的 请您把我的朋友还给我 也许在你眼中端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士兵 但他陪伴我一起长大 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爱事并没有反过 只是将手搭在德米安的肩膀上 埋怨我吧德米安 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憎恨我吧 你的朋友是为了救你才丢了性命 难道你要像这样什么都不做得不丧命吗 因为你面前这个垃圾一样的指挥官 所以你就要放弃朋友为你舍命伴来的希望吗 你应该去挣扎 应该向我复仇 应该消灭这里的蜘蛛活着出去 再让我吃点苦头才对 德米安你告诉我 你想消灭那群蜘蛛吗 想消灭我这个让你失去朋友的指挥官吗 德米安沉默了一会儿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众人眼中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爱事并不在意 我和你沉默 只要你能活着出去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定丧命在你的手里 听到这话卢卡斯还想上前阻挡 却被爱事拦了下来 如果作战失败 我们所有人都会丧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我会把这条命留给你 这是以皇族的名誉做出的承诺 因此哪怕就明天一天也好 按照我的命令行动来 爱事很清楚 当人失去活下去的希望是 憎恶也能成为一种动作 即便格米安憎恶的对象是他自己 抓住活下去的希望 爱事不惜以皇族的名誉做出承诺 将自己的性命任由德米安处置 我不会惦解 因为我致命地判断失误 所以我均正处于全军覆没的危机之处 但如果按照我的方案行动 就可以驱逐那群之处 即使希望非常渺茫 我们也仍有一丝胜算 所以就这一次 你们愿意相信我并追随我吗 这一刻 哪怕他们面前的指挥官是臭名昭著的三皇族 但众人的神情依然无比坚定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魔兽又重新开始活跃了 蜘蛛军团来了 魔兽们涌进来了 这样真的没事吗 不要担心 按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 这次的作战方案非常简单 就是在团队成员们争取时间时 寻找给他们下达命令的蜘蛛女王 然后用这个马内炮炸掉女王的脑袋 摘掉意志具后 艾斯还给他强行增加了魔力 就算对方是女王 也一定能成功制服 唯一的问题就是 女王的位置一般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好在艾斯拥有一个技能 绘制地图 这个技能可以扫描一定范围内的地域 并以小地图的形态出现在使用者面前 虽然第一次看到这个能力值的时候 艾斯自己被吓了一条 但幸好剩下来的这个技能作用非常强 可艾斯很快发现 地图上竟然没有出现爆怪的标记 这就意味着蜘蛛女王距离这里还非常遥远 与此同时凯恩已经准备一个人出城了 虽说临走的时候 艾斯已经将药塞里所有的体力药水都给他了 但凯恩心里也不清楚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而莉莉的任务 则是当蜘蛛进攻到炮台时 用火花皮肤堵住路口 虽然莉莉害怕得全身发动 但他依旧在为自己打起 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与此同时 卢卡斯已经站在了要塞的城墙之上 在他的指挥下 所有士兵全都准备完了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要拖延时间 直到殿下击退女王为止 看到艾斯已经出现在了炮台之上 他还以为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卢卡斯当即下令对着面前的魔兽开火 一瞬间 炮弹和禁弩如雨点般落到蜘蛛群中 卢卡斯则向艾斯发出了一切顺利的信仰 但他并不知道 此刻艾斯的脸色非常难看 但身为指挥官 他必须冷静下来稳定军心 而且教程的目的并非消灭亡 所以没有标记出现也不足为奇 就算这次是魔兽的总进攻 也一定会有预备队在后方防备突发状况 而蜘蛛女王的位置 一定会出现在那里 德米安 Boss的位置在那边 你们看到吗 要知道艾斯手指的位置 是一个连敌人影子都没有的地方 我看到了 好像是原地不动的蜘蛛群 其中一定有蜘蛛女王 你能找到吗 您说的女王 是上半身长相 下半身是蜘蛛的怪物吗 长等级和数量都相差悬殊的战斗 一个戴着眼镜 却要负责远程狙击的治疗师 这一切听起来都是如此的荒谬 但却已经是这些人们唯一的希望 旋转大炮方向是西南偏南 精确的角度就交给我和德米安 玛娜补充完毕 您随时可以开炮 德米安 抓住他 由你来瞄准女王的脑袋 皇子殿下 我没有信心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您突然让我担任 德米安 就算你打歪了也没有关系 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扶 就算你失败了 所有的一切都毁达 也没有关系 全部由我负责 你只要拉动扳机就好 只做那个就可以 这样你就可以为你的朋友 报一半的仇 听到能为自己朋友报仇 德米安毫不犹豫拉下了扳机 只见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炮口涌出 直直飞向了远处的平原 随着一朵蘑菇云缓缓升起 一声巨响也传到了众人耳中 怎么样 这发炮弹命中了吗 命中了 我们精准地攻击了 怪物们的正中间 一时间无数老兵围在了德米安周围 即使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 他们也毫不吝惜自己发弹 原来德米安的特性是千里眼 只要他们看到 就一定可以命中 原本他是在游戏中 连武器都无法装备的角色 但如今却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一时间艾尸都对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 可他很快发现 蜘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按理来说如果女王被干掉 蜘蛛们应该会退去才对 想到这里 艾尸立刻拿起望远镜 开始查看情况 刚刚的炮弹的确精准命中了女王 可挡在女王前面的蜘蛛 帮他分担了太多伤害 受到攻击之后 女王发出了一声怒吼 一瞬间所有的蜘蛛群 都朝着炮台的方向引来 画面一转在药塞外的树林里 凯恩随时携带着药水 只剩下一瓶 他只能躲在树后 祈求蜘蛛不要发现自己 在女王下令之后 蜘蛛们全都调转了方向 现在已经是凯恩能够逃跑的唯一机会 他很犹豫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 德米安已经射出来第二发炮弹 虽说这一次 他们同样精准命中了蜘蛛女王 但那些蜘蛛依然没有停止行动 这就意味着女王还活着 如果是游戏场景内的蜘蛛女王 应该只需要神器的一两炮 就可以将其裂杀 可在新手教程中的蜘蛛女王 碍失对她的信息一无所知 而且由于摘掉了抑制剧 对炮身的影响也非常大 可以使用的次数也会比喻小宗的少 按照现在的情况 马内炮最多还能使用三次 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用三发炮弹消灭女王 否则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 但如今德米安眼睛的副作用也开始出现了 爱是不知道 德米安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系里一炮就能解决的蜘蛛女王 现在却硬扛了两炮后还毫发无伤 如今马内炮最多还能使用三次 德米安眼睛的副作用也开始出现了 现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心城墙还支撑的点 但就在这时蜘蛛军团的工程兵来 而且还出现了游戏中从没见过的场景 所有的蜘蛛开始用身体撞向城墙 一定要拦住他们 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工程的蜘蛛上 可即便是所有炮弹都打在了工程兵之上 他最后还是顺利来到了城墙前面 就这样 城墙倒塌了 工程的蜘蛛用身体为同伴开辟了一条道路 蜘蛛军团如同潮水端有的进步 作为一个资深游戏玩家 爱是从没见过这样的工程方式 所有人拿起武器 我们去一层支援 有了卢卡斯的帮助 爱是很快冷静下来 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向女王开炮 我们必须在那些家伙到达炮台之前 消灭女王 就这样 在马内装填好之后 德米安发射了第三炮 由于千里眼的副作用 他的眼睛早已不满血丝 虽然这同样击中了女王 但女王仍然还活着 不要犹豫 立刻装填下一发炮弹 与此同时卢卡斯已经来到了战争的最前线 以他的实力可以轻松对付这些蜘蛛 大家听好了 誓死守护炮台 保护皇子殿下 虽然有了卢卡斯的帮助 蜘蛛们并不会直接到达炮台 但爱是很清楚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虽说这种情况在游戏中出现很多次 但如今数字每跳动一次 都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面前消失 同伴的悲鸣和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 也在不断打击他们的士气 而且马法炮也大功了 士兵们正用身体在让他冷却 卢卡斯身边现在也没剩下几个士兵 如今爱是根本想不到 能扭转这个局面的方法 你们这帮该死的怪物 我在这里 快看我呀 爱是很快注意到了怪物群中的凯恩 此时他已经喝完了最后一瓶血腰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是帝国的骑士 凯恩 几乎一瞬间 所有怪物全都朝着凯恩远去 这恐怖的景象让他一阵头皮发麻 没错 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 快来追我呀 凯恩看到面前有一块石头 只要到了那里 他就能使用自己的特性 你们就仔细找找我到底在哪吧 话音未落凯恩 凯恩就发动了小毛贼的生虹法 等一下 凯恩 你剩下的体力 可如今没能发动特性的凯恩 已经被蜘蛛包围了 该死 我就知道不应该相信你的 就这样 凯恩被怪物残忍地撕成了碎片 哪怕爱是远在炮台上 都能很清晰地听见可怕的嗣药声 因为爱是的只会错 一个人珍贵的生命就此结束 凯恩拉远了我们的防线 任何人不准后退一步 凯恩身为帝国的骑士 却是胆量最小的人 哪怕是他独有的特性 也是专为逃跑服务的 可他却主动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在怪物涌进要塞的那一刻 他回来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是帝国的骑士 凯恩 他用自己的生命 为士兵们拉远了防线 这里的所有士兵 都因为爱是的一句话 失去了生命 之前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他常常会根据情况 将友军作为诱饵抛弃 因为这款该死的游戏 就是这样设定的 如果想要救下某人 得到某个道具 完成某个辅助任务 达成某种成就 就必须付出一些人的生命 当时的爱师 从没对这些事情 有过任何怀疑 但如今他明白了 之前做的那些事的意义 也明白了所有死亡 都是令人痛苦 该死的怪物 我叫你们停下 但这些怪物并没有停下来 只靠喊叫 是无法让怪物停下来的 就在这时一柄利剑 直直命中了怪物的身体 放肆的东西 竟敢觊觎殿下 殿下您没事吧 刚刚的怪物没伤到您吧 看着摇摇欲坠的怪物 爱师明白了一件事情 想要让怪物停下来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所有人倒下之前 将其彻底消灭 殿下 第四发炮弹已经装好了 不过炮身已经不能在 德米安 你还可以开炮吗 我还可以的 殿下 此时鲜血已经顺着 德米安的眼角流了下来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 发射了炮弹 由于德米安千里眼的特性 炮弹直直朝着女王飞去 见此情况 无数蜘蛛朝着炮弹扑去 企图用生命 帮女王挡下这次攻击 好在最终 炮弹还是精准地 射在了女王头上 但该死的蜘蛛女王 依然还活着 随着女王的怒吼 传到炮台这边 士兵们仿佛被抽干了 力气一样瘫坐在里 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 对女王毫无作用 炮身也已经到极限了 再发射一次大炮 就会自爆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 走投无路了 不如放弃吧 虽然爱事不想承认 但事事摆在眼前 大炮的炮身 激进损毁 防线也已经彻底温陷了 就连炮手也没有办法 睁开眼睛 一切都该结束了 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 还没有结束 我们刚才的攻击绝对有效 女王的外皮已经全部脱落了 爱事没想到 侦察兵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在坚守自己的反备 只要再射一发炮弹就可以 可惜侦察兵并没有 把剩下的话说完 炮台被敌人的攻击摧毁 看到这一幕 卢卡斯激进疯狂 随着炮台的崩塌 爱事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可迷迷糊糊之际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深影 在炮台崩塌的时候 卢卡斯邦爱事 挡住了砸下来的巨石 炮的炮身激进损毁 防线也已经彻底沦陷了 就连炮手也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侦察兵发现了希望 蜘蛛女王的外皮已经脱落 可随之而来的攻击 让炮台彻底被摧毁 就当一切都要随着爱事 一起堕落深渊的时候 卢卡斯邦爱事 挡下了身后的巨石 殿下您没有受伤吧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 殿下您还记得吗 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但爱事并不记得 因为他只是附身在这具身体上的一个游戏玩家 您第一次将我分为护卫时 对我说的那些话 虽然我无法成为皇帝 但我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帅气的男人 所以作为我护卫的人 也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帅气的骑士 尽管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 但您的话特别触动我的心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所以殿下 我相信您 事情都变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相信我吗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可话还没说完 卢卡斯就被压在了废墟之中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爱事将卢卡斯救了出来 他很清楚 卢卡斯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公 他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救世 所以绝不能在这里保下 但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先掌控好战区 一番寻找之后 他找到了士兵和马赖跑 这些人虽然都晕倒了 但好在并没有受到致命伤 不过爱事很好奇 为什么自己还活着 那些蜘蛛又去哪里了 殿下 我终于等到您了 这些蜘蛛 我全都帮您挡下来了 我们还没有说 对吧 爱事刚想过去 却被莉莉拦了下来 我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我还可以暂时堵住入口 攻城的蜘蛛很快就会破墙涌进来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请您加快速度 至少不要让我们 白白牺牲 爱事此刻只能咬紧牙关 不让泪水流出 泡兵 还愣着干什么 装上最后一发炮弹 可是殿下 我之前已经和您说过 炮身的耐久度 已经超过了临界底 发射的瞬间 大炮就会爆炸 反正这样下去 我们也会被蜘蛛的力掌刺穿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拼死一搏 您打算如何瞄准 我们根本看不到 而且也没有可以瞄到女王的视角 大炮的炮架也已不准脆 大炮可以用手抬着 我们不需要瞄准 只要德米安射出炮弹就可以 快去装填好最后一发炮弹 这是命令 虽然爱事不懂千里眼的原理 但现在除了相信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德米安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只要再发射一次就好 请你再努力一次 王子殿下 我们做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 反正无论我做什么 结果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 只要你再打中一次 就可以消灭那个怪物 我不是说那件事 就算我在扣下班机 消灭了那个蜘蛛女王 可那又能改变什么呢 认为魔法师的莉莉为幸存者 挡下了所有蜘蛛 她用自己的身体 筑成了守护希望的高墙 但爱事没想到在这最后关头 德米安的信念彻底崩塌了 她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我的朋友班已经不在了 不管我如何报仇 她都不会回来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拼了命的努力 世界也只会从我这里夺走一切 我不想继续 不想再活得这么累了 我也想去搬到身边 德米安 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吗 哪怕拼命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你也仍然觉得 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别傻了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存在难易度的话 那它一定就是地域级别 这里到处都是不合理 和不像话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件事 是按照我们医院发展的 但这就是世界 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吗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凄凉的环境之中 难道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要放弃进攻吗 你选择想要甩手放弃 然后漂亮地离开 好好看看你的周围吧 我们必须进攻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我会继续战斗 我会不断思考 并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你想要放手离开的话 那就现在用这把剑解决自己吧 但如果你是没有勇气 自我了结的胆小 那就成为我的班机 不要再寻找已经不在的跑 可以让你行动起来的人 只要有你的主人就足够了 不要再赋予自己生命多余的意义 你是我在象棋中的跑 是我手中的枪 我的班机 这就足够了 就在这时 碍事觉醒了被动技能 不屈不挠的指挥官 这是命令 我的班机 去握住那该死的炮 诈飞那该死的怪物 皇子殿下 遵从您的命运 最后一发炮弹已经装好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让炮身冷却下来 冷却不了就不要冷却了 我来抬 炮身非常烫 您直接接触的话 肯定不会是普通的烧伤啊 和丧命后进入地狱乡 不如活着被烧伤 德米安你准备好了吗 皇子殿下我看不见前面 没关系 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 没关系 我会为你抬起大炮 你只要扣动班机就可以 快 快去帮助殿下 就这样幸存下来的人们 抬起了这滚烫的希望 但就在这时 工程的蜘蛛打破了城墙 德米安 为我拉下这该死的班机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最后的希望被发射出去 炮弹直直朝着远方飞去 此刻蜘蛛们 已经将幸存下来的人 团团为主 但他们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七秒 毕竟这就是一件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在坍塌的炮台下 朝看不见的敌人发射炮弹 但炮弹却精准地 射向了蜘蛛女王 无视高低 无视距离 无视遮挡视野的 无数只怪物 就好像被内定好的 结果在线一样 炮弹精准打在 蜘蛛女王的脑龙上 非常利落地 打掉了她的脑袋 所有人的努力下 最后一颗炮弹成功 命中了蜘蛛女王的脑袋 临死之际 爱诗回忆起了 自己的第一个粉丝 哥你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通关的 她的大脑现在一片模糊 已经记不清 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她的 下一秒 一阵刺痛将爱诗的意识 拉回现实 皇子殿下 您最好还是先进养一段时间 虽然德米安已经用魔法 对您进行了治疗 但您的烧伤很严重 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彻底恢复 您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我还以为您永远都不会醒来 想不到我们居然活下来了 这都是托宁的福 女王被消灭后 蜘蛛军团就停在原地了 皇子殿下我们做到了 我们胜利了 赶来的支援兵将我军的尸体回收了 还处理了那些停住的蜘蛛 现在差不多快整理完毕了 您这次的伤势很严重 等我们回到克罗斯罗德 您需要访问神殿一趟 不过就算彻底恢复了 应该也会留下不少伤疤 伤疤和性命比起来根本不值一体 莉莉你怎么样 你的伤势 在我魔力消耗完的那个时候 有一个蜘蛛滑到了我的后背 可能是伤到了腰部神经 所以我的下半身不能动 不过殿下您不用担心我 因为能活下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幸存者包括五能炮兵 还有卢卡斯 德米安以及我和您 这就是所有了 要知道在最后一次战斗前 他们还剩下数百人 所以碍事很厚 如果当时自己没把这当成游戏中的教程 如果自己能再仔细想一想更好的办法 是不是可以让这些人多一些活下来的希望了 皇子殿下您不用太自责 您不是神 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救下所有人的 您已经尽力了 可最初是我将兵力带到这里来的 谁都没有想到 怪物们会时隔几十年再次大规模移动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您依然带领我们营下了这场战斗 所以我希望您不要再自责 就在这个时候 卢卡斯猛地拉开门进来 殿下您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 您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这就去把德米安叫过来 你应该也伤得很重了 这样走来走去真的没事吗 您不是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强壮的家伙 我在这段时间还制作了牺牲人员的名单 虽然有一些人的尸体还没被找到 但能够回收的尸体已经全部整理完毕 那带我去看一看吧 两人文言连忙阻止爱尸 他们是因为我的指挥牺牲的 我必须要去 卢卡斯你过来扶着我 就这样卢卡斯背着爱尸来到了城墙边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 两人也没想到德米安会一个人站在这里发呆 皇子殿下 您终于醒了呀 你的眼睛怎么样 我已经没事了 从昨天开始就能慢慢看清东西 现在几乎恢复了正常的事 要知道这里所有的伤员都是德米安治的 这就意味着 他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用了恢复魔法 经遇到一点挫折就会放弃的少年 在经历过这场生死大战后 他稚嫩的脸庞上出现了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 在爱尸昏迷的三天里 他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为所有士兵治疗的伤势 爱尸很清楚他在这场战斗中吃了很多苦 德米安 这次的作战多亏了你才可以成功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钱 并且以后也不会让你出现在战场上 最初你的身份是一个佣兵 但以后你就自由了 皇子殿下您不是说过吗 我是您手中的枪 而且我想知道那些怪物的闺女 他们又为什么要造出那些怪物 我也不希望再有人像班一样在我面前死去 所以请您让我留在您身边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跟着我 因为在悼念死者的地方需要一个祭司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可能没有比当时更好的作战计划 而且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于其他可能性了 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必须要接受劫 爱是能做的 就是将这份压力扛在肩膀上继续前进 简易葬礼结束后 将所有尸体回收并移送 在克罗斯罗德每年都会出现数万名死者 他们的生命甚至不如葬礼之前 克罗斯罗德的西边有一块空中 我准备将所有人葬在那里并悼念他们 并且把每年二月的最后一天 定为悼念他们牺牲的日子 爱是怎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人 也是为了那些曾在他重复完游戏数百次期间 被丝毫没有负罪感的 他结束生命的所有角色 这是玩家古典爱好者的一种赎罪方式 卢卡斯 我不会再失败第二次 我绝对不会 再失败第二次的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回到我们的大本 克罗斯罗德 就这样在支援兵的护送下 众人踏上了回城的脸 在马车上待了三天以后 爱是终于憋不住了 卢卡斯 现在到底距离克罗斯罗德还有多远呢 这三天里卢卡斯的回答从没变过 殿下我们马上快到了您再等一下 由于实在太过无聊 爱是便开始查看自己的系统面 虽然这个角色的能力知己差 但好在到了五级之后 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 而且这个游戏内的所有职业 都可以被选择 不过爱是却发现了一个 自己从没见过的职业 他很好奇这个职业的特性是什么 在上一次战斗中 他得到了一个被动技能 不去不挠的指挥官 这个技能 可以帮助半径十里内的友军 免疫精神异常状态 虽然效果很不错 但在初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精神异常魔法 是后期才会出现的东西 正当他由于要不要选择 指挥官这个职业室 殿下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克罗斯罗德了 碍石朝着窗外望去 一座巨大的要塞 赫然出现在他的引擎 座城里每年都有 数以万计的人死亡 他们的性命 甚至还不如一场葬礼之前 这就是被建立在 世界南边尽头的要塞 克罗斯罗德 建造此要塞 是为了阻拦 从黑湖水里面出来的怪物 虽然这里曾经是 帝国最大规模的要塞 但因为怪物的侵袭数 逐渐减少 而对于那些事前 如命的佣兵来说 这里是自觉之路 一座建立在坟墓上的城市 这里就是人类最后的房间 克罗斯罗德 这里比碍石在游戏中 看到的要塞要大了不少 同时还有着语气大小 并不匹配的繁荣度 不过不管怎么说 碍石如今的身份 就是这里的领主 可身为领主的 他回报自己的领主 却并没有受到居民们的欢迎 甚至不断有人 对着马车指着点点 原来在他们眼中 碍石是一个 抛弃了所有士兵 才狼狈逃回来的领主 不过碍石也很清楚 仅靠言语 是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的 所以他其实在回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准 如今马车上装的 都是黑蜘蛛的魔石 由于黑蜘蛛等级很高 所以哪怕是不识货的人 都能看出这些价值过 因为魔石的缘故 这段时间 碍石都不会为 财政方面的问题苦恼 而且为了能让游戏顺利的进行 和市民们的关系 也是非常重要 碍石又恰好知道 提升市民好感度的方法 那就是用金灿灿的金币 填满市民们空虚的内心 很快马车就到了 克罗斯罗德的领主府邸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的卢卡斯 在卢卡斯的掺和下 碍石下了马车 但他很快就被面前 这座豪华的庄园吓到了 这与他之前住的地方 完全就是天壤之名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推开大门跑不出来 您能平安无事的归来 真是太好了 领主大人 碍石很好奇 这个出来迎接自己的人是谁 原来他是爱伊德 是游戏中管理城市的NPC 克罗斯罗德的所有行政业务 都要通过他来解释 我这个卑贱的陈下 一直在担心您 万一您的玉体上 出现了八痕该怎么办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热乎乎的洗澡水 晚饭也准备好了 您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看到这华丽的装潢 碍石一瞬间都没缓过神来 卢卡斯你去让士兵们也休息吧 还有你也别想太多回去好好休息 可是我还要保护您啊 今天先不用了 等你休息好明天再保护我 在爱伊德的带领下 爱伊德来到了浴室 自从穿越以来 爱伊德几乎都没有好好休息 所以他便准备趁这个机会 好好放松你 话说回来 您真的很厉害啊 领主大人 我不对 应该叫你古典爱好者 这一脸坚诚样的NPC爱伊德 居然在第一时间 就认出了爱伊德穿越者的身份 您还真是厉害啊 古典爱好者玩家 一时间爱伊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真没想到您会用那种方法 通过造成 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难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是 没错 收到他的消息后 穿越到了游戏世界里面 古典爱好者玩家 您先冷静一点 很抱歉突然将您邀请到这里 这个世界需要您来拯救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爱伊德就已经朝他扑过来 不一会儿 爱伊德就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 现在让我来梳理一下 你说你就是那个时候 给我发消息的总监 你真的是这个游戏 不对 这个世界的总监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真正的结局 是唯一一个 任何人都无法达成的结局 而我为了达成那个结局 将这个世界重置了无数次 但我一次都没有成功 于是我便开始寻求他人的帮助 说着两人面前的景象开始变化 我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游戏的形式 然后展示给其他世界的玩家 那些玩家通过很多我没想到的方法 开拓出了新的可能性 只可惜没有人达成真正的结局 我也一样啊 我都不知道有那种东西的存在 虽然您没有达成真正的结局 但是您完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完成的伪议 地狱铁人模式 到目前为止只有您一人通关 通过我的判断 您是成功可能性最高的玩家 所以我才邀请您来到了这里 您那明明就是绑架 而且还让我附身到这个家伙的身上 那其实是产生了办法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总之如果您能达成真正的结局 我就会给您奖励 古典爱好者玩家 我会满足您的一个愿望 若您追究我的身份 其实我的存在类似于这个世界的事 所以在您回归原本的世界时 为您奉上丰厚的礼物 对我来说并非难事 什么都可以吗 一百亿的现金也可以给我 区区一百亿而已 一千亿都没问题 虽说爱意德现在说的话 相在话 但爱事确实也有很多想要实现的事情 应该说是一个必须要实现的愿望 您不是有想实现的愿望吗 而且还是一个比前更重要的愿望 一个您曾经以为无法实现 所以就放弃了的梦想 对吧 直到这事爱事才知道 爱意德是在彻底了解之后 才把自己调过来 他知道爱事正在因某事而后悔 他也知道爱事一直带着那份后悔的生活 那个梦想我可以帮您实现 那个梦想早就结束了 既然他还在心里就说明 那个梦想还没有失败 他还在那里等着你呢 如果爱事能完成这个世界的真正结局 就能从爱意德手中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但爱事很好奇 如果爱意德有这种能力的话 为什么不自己解决 原来爱意德现在有着很多限制 在这个世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类 所以他才会找其他世界的玩家帮助自己 不过如果爱事中途失败的话 他就会在这个世界丧命 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你要记住人生只有一次 毕竟通关过地狱铁人模式 爱事对这种事情还是有助理 如果您现在就想回到地球的话 我也可以送您回去 其实最初邀请您来这里时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了 但因为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才一直没有机会 请您做出选择吧 您是想挑战通关真正的结局 获得实现愿望的机会 还是想回到不会威胁的生命 安稳又平静的日常生活吧 古典爱好者玩家 我遵从您的选择 虽说爱事很想回去 但如今实现梦想的机会就摆在他的眼前 而且他还通关了地狱铁人模式 相当于他对这个世界无损不知 所以他觉得哪怕在通关一次 应该也不会有很高的难度 那点小事而已 就让我来试试吧 我会认真对待并努力尝试 所以你也要好好帮助我 而且你也不要忘记了 如果看到了真正结局 就要实现我的愿望 我当然没问题啊 您现在把我当成狗来使唤都可 那在明天早上之前 你去把所有黑蜘蛛的模式卖掉 可是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 市场应该也关门了 让你做你就赶紧去做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明天处理政务之前 我要看到相应的金额 可是黑蜘蛛模式一共有388个 就算按照市场价格 那也是一笔很大的金额 您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的团队不是还没有人吗 当然是用来抽卡呀 第二天一早 艾斯就带着卢卡斯来到了拥兵工会 昨天艾依德将模式处理完后 艾斯现在有着充足的资金 所以他决定 今天先简简单单来个一百年抽 两人来到拥兵工会的门口时 里面已经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卢卡斯 看来我们今天早上的运气不错呀 说着艾斯猛的一脚踹开了大门 随着一道刺眼的阳光照进屋子 所有拥兵都齐齐朝着门口望去 哪里来的臭小子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该死的混蛋们 你们居然还敢瞪我 我可是你们未来的部主 我看你才是不想活了吧 众人很快认出来 面前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三皇子 艾斯没有理会这些人的目光 他在仔细寻找合适的人才 在这个游戏中 角色的强度重温到SSR一共四个稀有 稀有度越高的角色自然也会越强 就在这时 艾斯看到一个人身上闪耀着紫色的光芒 皇子殿下 欢迎您来到大陆拥兵工会 克罗斯罗德分店 连夜筹其实车金条 只为到拥兵工会来个一百年抽 没想到刚一进来 就遇到了一个SR的角色 拥兵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叫朱皮特 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你身上这身军服我没有见过 这是哪里的 是艾伯伯来帝国的军服 这是几十年前的款式 所以您没见过很正常 看来你原来就是帝国的军员 我从军三十年 曾经担任过帝国魔法军团二号队的队友 退役后直到现在一直靠坐拥兵服务 退役后仍然现身于帝国 真是军人的好榜 也不只是为了帝国 因为光靠退役军人的年薪生活会很结局 话扯远了 殿下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来拥兵工会还有其他理由吗 当然是来雇佣有实力的拥兵 殿下难道不是来买 替您牺牲的挡箭牌的吗 听到这话卢卡斯当即就要把剑 不过却被艾伯拦了下来 殿下在前沿基地的战争结果 现在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对于您首次出战的蛮友 似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我们的确是拿钱做事的人 但我们不是自掘坟墓的傻 我们不想跟着一个 稚气未退的指挥官 放弃自己的生命 说的很有道理 但你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卖命吗 因为你们除了卖命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而你们现在居然和我说 害怕失去性命 还说自己不是自掘坟墓的傻 猪皮特青 那些话有点奇怪吧 虽然你的履历很华丽 但你之所以退 难道不是因为瞒着军队 有小动作被抓住吗 你的所作所为和自掘坟墓又有什么区别 从军风腐败再到与帝国偷遇 你被发现了把柄 这才被打出军队 坐到这个份上居然还把军服穿在身上 你的脸皮可真厚 猪皮特青 腐败的化身 堕落的军员 被抹去所有战功的耻辱的退役者 不过作为战斗人员 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被称为女中豪杰的闪变术士猪皮特 虽然结果不太完美 但我很自豪 我曾是一名帝国的军人 请您说话注意一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那份自豪 值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你才可以成为我的猎权 虽然看着一般 但我的身价非常昂贵 我现在一年有十万阿德尔 二十万 我会给你双倍二十万 也许这对佣兵的年薪来说是很大的数物 可对于帝国的三皇子 这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用钱就能买到S2的话 那么花多少钱碍事都愿意 我会购买你们对死亡的恐惧 我会一次性支付你们基准年薪的双倍 不想卖命的胆小鬼们赶紧离开 不过如果有想大赚一笔的真正佣兵 那么今天晚上就来克罗斯罗德西边的空间 人刚到佣兵工会就受尽冷嘲热讽 但他不仅不生气 反而要给佣兵开出双倍薪资 如果有想大赚一笔的真正佣兵 那么今天晚上就来克罗斯罗德西边的空间 做完这一切后 艾师就来到了神殿 在这里接受了圣女的治疗 治疗结束了 但还是会留下浅浅的伤疤 为他治疗的圣女正是二级英雄 终极治疗师马勒哈利塔 在以后满足特定条件的话 就可以邀请他加入团队 不过艾师这次来并不是带着这个目的 那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 我已经将目前没有任务在身的神观都叫来 德米安自从回来以后 也被艾师一直安排在这里 那我们这就走吧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会很忙碌 就在这天晚上 从前沿基地出发的 棺材列队到达了克罗斯罗德西边 有些人的尸体将永远沉睡在这里 还有些人则是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有条不紊增加的军援 以及覆盖在每个棺材上的帝国国旗 还有大规模的圣歌队 在这座城市里很少能见到如此正式的葬 最引人注目的是给死亡遗属的补偿金 被那些金额吓到的人们不停议论此事 最终这件事在市民之间彻底传开了 艾师没有包装这件事的想法 这就是一场表演 一场非常合理的表演 艾师想让他们知道 在这里的前线战斗 应该被认为是一项为人类奉献的崇高任务 丑话说在前头 各位以后也可能会牺牲在前线 这块墓地不仅每周都会出现新的愤怒 而且还会响起圣歌队的歌声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的牺牲比生存还要昂贵 所有的葬礼费用和死者补偿金 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仅这一次艾师就将贩卖模式的一半资金投入其中 因此死亡不可以变得卑贱且常见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各位活下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会救下你们让各位能在前线冲锁 所以请你们也不要轻易倒下 一定要活着来我这里领薪水 而不是让我将这笔钱用在各位的葬礼上 就这样艾师的演讲结束 他并不在乎市民们会如何看待这次演讲 也许他们会认为这是无能指挥官的遍际 又或者是疯子领主的挥霍 但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 艾师知道 现在是时候去通关长景一了 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卢卡斯 来到了克罗斯罗德领主府邸的后院 艾师没有犹豫当即激活了传送门 只见一堆凌乱的石块一一飘向盆中 下一秒一个充满魔力的传送门 就出现在两人眼睛 殿下这到底是 这是可以通往湖水下面地下城的门 也就是可以自由通往敌人大本领的地步 上一秒还在为牺牲的战士们举行葬礼 下一秒就要带着卢卡斯去往怪兽的大本领 但艾师并不是怪兽派来人类方的物理 而是因为守护帝国是一款综合了两种玩法的东西 怪物们涌向克罗斯罗德的场景是防御塔 而在敌人没有发起进攻时 通过探索地下城查清怪物们的根源 则是进攻地下城 艾师回想起来到这里后的所有经历 虽然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 但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 不仅有堪称作弊角色的德米安 还获得了作为S2广域攻击手的朱匹克 再加上手中还有足够的金钱 可以说从没有过如此美妙的拍子 艾师向卢卡斯解释了一下规律 并告诉他现在要去侦查下一次敌人的情况 殿下您这么说我就全懂了 但看着卢卡斯这个样子 艾师其实有点怀疑 他侍奉了一生的皇子 忽然性情大悟 还对第一次来到的城市构成 以及有无地下城之类的事情要不执着 明明这些事情都很令人怀疑 但卢卡斯却始终默默跟随着艾师 卢卡斯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问我吗 听到这话卢卡斯的眼神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艾师也很担心自己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会按照您的吩咐形式没有任何一个 我既是您的剑也是您的盾牌 所以我只会按照您的命令 进攻并抵挡危险 艾师很清楚卢卡斯心里不可能没有疑问 可他刚才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艾师 即便心里有疑惑他也会相信艾师 很好 卢卡斯你准备好和我进入地狱洞穴了吗 只要和您一起 就算要去地狱的最底层 我也在所不辞 就这样艾师选择了唯一的目的地 湖水码头 随着一阵炫光闪过 两人消失在了原地 刚刚还散发着魔力的石块 也恢复了人家 两人在出现时已经到了一片湖水之前 面前黑色的湖水就是怪物们的根源 是释放噩梦的地狱 也是坐落在世界南边的地下城 就在这时湖水之中发生了变化 刚刚还平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一条踪断 紧接着一只只手从地里伸了出来 下一次的敌人 赫然就是这些幽灵骑士 看到面前的这一幕艾师彻底慌了神 他曾经想过会在场景一出现的各种怪物 即便敌人是飞龙他也可以接受 但在所有敌人中 他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幽灵骑士 原来那些家伙就是我们这次要祖蓝的怪物 就在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他们将要面对一千个幽灵骑士 还有一个信息不明的敌人 卢卡斯也注意到了一旁艾师的变化 殿下您还好吗 您的脸色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吗 殊不知艾师已经预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可罗斯罗德 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变敌人是强大的飞龙 艾师也不会有丝毫畏惧 但敌人偏偏是数量庞大的幽灵骑士 在之前的游戏中 艾师只要在场景一遇到幽灵骑士 都会毫不犹豫将游戏重置 幽灵骑士是由装甲祖虫的怪兽 本体是装甲内的亡灵 他们对物理攻击的抗性非常高 虽然从游戏中期开始 在拥有多种装备的情况下可以轻松抵抗他 但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几乎没有可以阻挡幽灵骑士的装备 艾师仿佛感受到了某种恶意 一种有人在故意妨碍他的感觉 而且距离场景一开始只有三天了 我们先回去吧卢卡斯 他们现在只能将所有可以防备的方法都是一面 回到府邸后 艾师立刻询问艾利德城里的兵力情况 可以派往前线的兵力一共526人 大部分兵力在教程里就已经失去 而且城里已经没有可以补充的兵力了 那就派一差去其他城市借兵 周星给他们标准的两位 你还要派一差去本国的皇室一趟 告诉他们怪兽们开始蠢蠢欲动 必须要申请最大数量的援军 领主大人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如果现在向帝国申请支援的话 日后就会出现某种致命的场景 那是日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得先活下来 还有 去把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工匠和炼金术士叫过来 可是那样的话 加工模式的工作就会暂停 城市都要完蛋了 加工模式难道比这个还重要吗 暂停加工把他们全部抓过来 艾师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难度 可能比之前玩过的游戏还要难 虽然他还没有决定好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他考虑 游戏越难就越要创造出新的辩识 因此艾师决定点一把 选择转职成指挥官 系统几乎第一时间便向艾师表示祝贺 可下一秒艾师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原来艾师的能力值增长率下降了50% 不仅如此 装备熟练度也下降了50% 一时间艾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负面效果的事 不过下一秒 一连串的弹窗就让他冷静下来 原来转职成指挥官后 他可以给全体友军提供增益效果 哪怕艾师只是站在战场上 都可以让友军的攻防能力一并上场 这样一来 艾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负面效果 不仅如此 指挥官专属的职业系 还会根据团队成员的职业过程 提供额外的能力值 对于曾经是游戏玩家的艾师 这可以说是最好的职业 不过事情的进展并非一直这样一番风水 你要不要和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没有人回应您的征集令 所以我就只能紧急将各位负责人请到了这里 你们这帮家伙是在找打吗 竟然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这个国家的皇子 也是这个城市的领主 我叫你们过来的话 哪怕是爬过来都是应该的 你们竟敢伤我的心 难道你们都活腻了吗 对不起殿下 我们还是第一次侍奉皇族领主 不过在听完艾师的话后 几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二人 我会将军队回收的魔石 以原价卖给你们两只 如果有了直接获取魔石的渠道 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有利的吧 不过今后我只要发出指示 你们就必须要优先生产军需物资 当然啊 有关生产的钱我也会一分不差的知 怎么样 这应该是一次不错的交易吧 艾师的目的就是用金钱和利益 作为筹码说服他们 因为他目前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们当然要和领主大人交易 要从何时开始 要做些什么呢 艾师很庆幸 金钱永远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之后艾师便叫来了 城里的英雄君子 你们应该听卢卡斯说了吧 有一千名幽灵骑士组成的军团 正在朝着克罗斯罗德进攻 他们大概会在两天后打败 除了卢卡斯之外 各自该做的事情 卢卡斯 你负责担任兵力总指挥官益职 现在所有的士兵非常散漫 两天之内你要负责整顿好 皇子殿下 我现在已经很抱歉莉莉 但是我现在不能没有你的帮助 不过你不用去医学 所以不要担心 你负责守成人工制品 修炼监督益职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同 艾师已经决定要让莉莉一辈子 在这部城市工作 殿下我只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您想看到我这个老人积极 那是不是得提高我的年薪 原来朱皮特的特性是黄金狂 所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民 而他要在这场战斗中 担任突击队队队长意志 德米安这个东西拿好了 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 由于德米安千里眼的特性 所以他要担任远程狙击手意志 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艾师为所有人分配好了各自的任务 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担任狙击手的德米安 因为这一位置毕竟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话说回来 德米安你的眼镜 其实我戴眼镜是故意想要让势力下降 但是现在我的眼睛有用处 所以就不再带了 看到众人并没有因为敌人的消息 惊慌是错 艾师心里也松了口气 作战会议结束后 艾师便来到了克罗斯罗德南边的城墙 看到艾师过来工匠们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城墙的状况怎么样 状况不是很好 毕竟年久失修了 既然名字叫药塞城市 那么修缮城墙不是基本中的基本了 为什么就这样扔在这里不管 那是因为预算不如 怪兽出现的次数减少导致收集魔石的数量变识 因此前任领主大人减少了预算 药塞难道不是为了阻挡怪兽而建造的吗 使用多少材料和预算都可以 一定要加固修理到夸张的程度 快点开始吧 怪物们还在朝着城市前进 离开城墙后艾师就来到了木材工厂 应该听到消息了吧 你们这两天要做的东西就是墙 大概这么高就好了 可以挡路就足够了 非常抱歉殿下 怪物们很轻松就可以击碎木墙 我需要的不是可以拦住怪物们的坚实的墙 你们只要按我的吩咐去 用树木制成墙就好 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时间一晃而过 此时距离场景一开始仅剩三十分钟 侦察兵正时刻关注着城外的树林 就在这时他发现树林里出现了一遍 出现了 怪物们出现了 一瞬间整座要塞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大家不要害怕 我会在前线和大家一起战斗 那些家伙都是些虾兵蟹将 只是数量多而已 而我们是帝国南部最强大的军队 守城准备的非常完美 装备的状态也非常好 我们完全可以击退敌人 大家不要担心 照我的吩咐去战斗吧 因为那样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举杯庆祝胜利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 艾师心里却很清楚 幽灵骑士军团是初始阶段最难对付的怪 而城里的守军不过是些流浪的低级佣兵 由于时间紧迫 他们也根本没有做好冲突的准备 但这些情况却不能告诉守城的士兵 艾师只能将这一切默默放在心里 他只能祈祷 猪皮特能在这场战斗中发挥自己该有的用途 小家伙们 该我们上场吧 这样一来他们的行动轨迹就很容易被遇怕 因此很容易就会掉进陷阱之中 可惜的是由于时间不够 陷阱没能挖得太深 迎接场景一难度最高的怪物 艾师在周围提前布置好了陷阱 虽然陷阱还不够深 但现在也够用了 猪皮特 就是现在 你们这些该死的怪物 就让我这个老人家大转一礼了 说着猪皮特就使用了净化区域 可惜的是幽灵骑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分摊后的伤害并不足以干的了 竟敢挑衅我 一群不知尊重老人的东西 只见刚刚中了净化区域的怪物身上 冒出一丝雷光 猪皮特身边的闪电也渐渐变成蓝色 老小子们 今天的晚饭是油炸装甲 给我全都粉碎吧 说着猪皮特手猛的往下一回 空中无数闪电好像在回应猪皮特的怒 看到这样的场景 城墙上的士兵们也士气大胆 原来猪皮特先是用一技能给怪物留下标识 然后通过二技能给标识 对象施加无法躲避的攻击 猪皮特在这场战斗中的发挥 无疑是非常亮眼 不过可惜的是 幽灵骑士的数量足足有一千多只 即便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可他们依然源源不断朝着城市涌来 猪皮特 不要恋战 立即撤退 猪皮特文言当即带领突击队后撤 在他们五人身后的 是密密麻麻的幽灵骑士 这些怪物没有对死亡的估计 即使身边的同伴倒下了 他们也不会停下脚 老小子们 都给我跑快点 不要回头看向前跑就好 他们将怪物引来了 幽灵骑士追上了 但艾施除了在心中为他们祈祷了 没有任何办法 好在突击队的成员 最终还是退回了木墙后面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照艾施的计划顺利进行着 接下来就该这些木墙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幽灵骑士根本没有自主思考的 他们只会依照本能追击眼前的人类 所以他们并不会破坏眼前的木墙 当庞大的部队引进拥挤缩隙 他们的列队宽度变长 我知道你们等很久了 帝国的军人们 从现在开始不要节省 将炮弹全部发射出去 一瞬间城墙上的火炮 接二连三开始发射 挤在一团的幽灵骑士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炮弹 离自己越来越紧 最后彻底淹没在爆炸之中 这就是塔防游戏战略的基本中的基本 通过强制敌军路线的方式 达到斩杀的目的 给我把炮弹全都发射出去 一定要保持猛烈的射击 此时面前的火光 给了人们无比安心的感觉 照这样下去 我们应该可以胜利了 那些怪物现在无法通过那里 不 现在还不能过早下定论 只见幽灵骑士中 突然出现了手达盾牌的怪物 他们挡在前方抵御住了猛烈的炮火 这样的攻击果然无法打败他们 真是一群强悍的家伙 一群的炮火在怪物群中肆虐着 就当众人以为可以轻松胜利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盾牌兵 破灭了他们的坏性 好在艾师早就料到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莉莉 就是现在 快发动 是 殿下 卢卡斯 是 殿下 床弩部队 全体准备 城墙上的士兵文言立刻开始行动 几乎一瞬间 所有床弩就瞄准了战场平央 瞄准那些家伙们胸口的灵盒 床弩 射击 话音刚落 一根根静弩击射而出 轻而易举贯穿了盾牌 破坏了他们的灵盒 这便是作战计划的第二步 通过十字交叉炮击的方式 让伤害叠加 然后通过人工制品和床弩收尾 目前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殿下 有些家伙绕过墙来了 原来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拥挤的人群将他们挤出了规划好的路线 朱皮特 你负责拦住从木墙右边过来的幽灵骑士 利用击跑配合战术 一定要拦住他们 遵从您的指令 殿下 说着朱皮特便率领突击队赶往木墙右走 那些被挤出来的怪物则直直朝他们冲去 该死的怪物 我不是说过要尊敬老人吗 如今右侧有朱皮特守住已经可以放心了 现在还需要担心的就是左侧的敌人 德米安 现在该你上场了 射击左边涌进来的家伙们 一定不能让他们接近城墙 德米安虽然很害怕 但瞄准敌人的瞬间他的眼神就变了 没有任何犹豫 德米安扣下了手中的扳机 见识以一种诡异的角度飞向幽灵骑士 直接洞穿了怪物的灵核 虽然爱是知道德米安的特性和外挂没什么区别 但看到他用一把石弩就能命中灵核 还是忍不住有点事件 如今正面有火炮闯弩和人工制品 右边有闪电术士朱皮特 左边有堪比外挂的德米安 不知不觉敌人损失数已经到了500 照这样下去应该可以轻松取胜 可就在这个时候 爱是发现了战场中的变化 这是他游戏中从没见过的场面 爱是突然想起来敌人损失数到了500时 幽灵骑士军团的boss怪就会出现 所以空中的这个怪物就是亡灵骑士 这些怪物的怪异强项就在这里 虽然军团本身的实力也很强大 但在将其击退后 就会像第二阶段那样出现boss怪兽 但现在幽灵骑士并没有被击退 亡灵骑士也不会有任何行动 他只会傻傻地飘在空中而已 但爱是忘了一件事 这里不是游戏而是现实 仅仅是突然出现的巨大虚异 就足以让士兵们陷入恐慌 冰骑士兵团明明还没被彻底击退 但身为boss王灵骑士却出现了 哪怕他只是飘在空中一动不动 人类士兵依然被他吓得惊慌失措 而这就是爱是作战计划中唯一忽视的地方 巨大的异形给予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怖 它的出现导致前线火力锐减 而且不仅仅是人类 动物也被亡灵骑士影响了 这是所有人都没料想到的事情 身为突击队队长的猪皮特 被受惊的马儿摔到了地面 不远处是虎视眈眈的幽灵骑士 如果猪皮特一旦倒下 整条防线都会毁于一旦 但那些家伙已经冲过了 为了消灭眼前活着的人类 关键时刻突击队的成员站了出来 不过爱是很清楚 他们的实力在怪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殿下 现在需要使用大炮和火网支援猪皮特团队 不可以 斩杀消失的话会有更多家伙从那里逃出来 亡灵骑士的出现 让爱是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 大炮和炒弩的射击停止了 曾经没有一丝缝隙的火网也瞬间松懈下来 先想办法修复火网 士兵们已经全部试魂了 如今爱是只能祈祷猪皮特可以多坚持一下 与此同时 猪皮特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了 身体上传来的剧痛告诉他 他还活着 猪皮特轻 您终于醒了 猪皮特轻 现在时间紧迫 什么情况 这么混乱的场面 看来现在还不是能躺下休息的时候 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可的话还没说完 一个幽灵骑士就朝猪皮特冲了过来 男人当即挥舞手中的流星锤打退了怪物 可即便怪物的头颗已经变形了 但他依旧没有倒下 居然挨了我一锤还没死 毛小子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怪物 正当猪皮特准备发动魔法师 却感受到一股一样的感觉 可能是刚刚受伤的缘故 他的魔力不受控制了 当一个魔法师无法使用魔力的时候 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倒下 在这种情况下 傭兵们的信念崩塌了 没有一丝犹豫 男人丢下盾牌逃跑了 但他忘记了 在战场上最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后背留给自己的敌人 由突击队维持的小防线被彻底瓦解了 猪皮特闻到了 面前的幽灵骑士散发出来的味道 生锈的味道和水变质的味道 混在一起就是溺死的味道 你们应该乖乖地待在湖水下面才是 难道就这么不愿意 让我这个老太婆顺利拿到年薪吗 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猪皮特再次使用出了魔法 紧紧一击就将面前的怪物干掉了 但他很清楚 这一次连平时四分之一的威力都没有 他知道 自己这次真的完蛋了 机队的成员一个接一个等下 魔法师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使用魔法 面前是乌泱泱的怪物 猪皮特知道他的一生终于要落下帷幕了 你也走吧 比起全军覆没 能就一个是一个 我会用魔法帮你争取时间 老小子 趁这个时间赶紧跑 我怎么能走呢 在这里才是最好的办法 奶奶您可是魔法师啊 佣兵生存法则第二条 一定要紧跟在我军魔法师的身边 和在没有战马的情况下逃跑相比 在您身边辅助您 能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虽然这番话听起来非常幼稚 但这个小傭兵的战术确实奏效 他并没有想过消灭眼前的幽灵骑士 而是通过长枪将他们击退来保持距离 无论如何我都会拦住他们 请您准备发动下一次魔法吧 虽然德米安也在城墙上为他们提供援助 但想要阻止那些家伙依然远远不够 就在他好不容易才聚集了足够召唤闪电的魔力时 小傭兵的全身都被怪物们用枪攻击了 你们这帮该死的家伙 朱皮特通过闪电不断宣泄自己的怒火 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如果他可以在快几秒钟聚集魔力的话 是不是就能救下这个年轻的孩子了呢 朱皮特年纪已经太大了 没有办法再将这些人的牺牲一个一个记在心里 喂 毛小子 你还记得拥兵生存法则的第一条吗 听到朱皮特的声音 男孩艰难地转过头 千万不要接受 莫名给很多报酬的任务 对不起 母亲 对不起 我不应该 毛小子 你的生存法则全都错了 那样的方式做拥兵是不会成功的 想要通过拥兵成为妇人 打响名声的话 就不要接非常危险 而应该接有丰富酬金的任务 还要尽可能离那些该死的魔法师远一点 因为这些该死的魔法师会抢走你的功勋 不过最重要的是 想要活命的话 一开始就不要成为拥兵 想不到我连给烟点火的魔力都没有了 本来还以为自己能拿到高年星享福了呢 一切都结束了呀 看来我也是个不合格的拥兵 时间回到三分钟前 艾师指挥卢卡斯放弃救援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稳定军心才有守住的希望 你们这群蠢货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不要因为那个怪物的块头大叫损了 话音刚落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雄起 艾师意识到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技能产生了效果 想到这里他立刻叫来了卢卡斯 我负责让士兵镇静下来 以及修复斩杀 而你要从城门出去 将朱皮特的团队就回来 艾师很清楚让卢卡斯独自出城 这是一个非常鲁莽的命令 但卢卡斯没有丝毫犹豫 独自一人奔赴险境 各位都给我打起精神 都给我清醒一点 卡斯独自出城冲到怪物群中 只为能将留在外面的突击队成员带回来 但他并不知道 如今突击队已经仅剩朱皮特一人 而且他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朱皮特亲 请您站在原地不要动 话音未落 卢卡斯就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周围的怪物 他的及时出现给了朱皮特活下去的希望 但卢卡斯如果能再早一点 也许一切就 卢卡斯什么也没说 直接将朱皮特一把拉上了马 随后双腿猛地一甲 加速逃离了这里 身后的怪物件状纷纷投出了手动的武器 企图用这些长矛阻挡两人逃离的步伐 不过卢卡斯轻描淡写的一剑就解决了面前的危机 这位年轻的骑士 你还真是实力非凡呢 日后要不要和我孙女见一面 她是一个很清秀的姑娘 如果您还有力气开玩笑 那请您先用魔法恢复身体以便使用魔法 目前还剩下很多怪物 即便如此 我还是要谢谢你救我 你不必感谢我 我只不过是按照殿下的命令行事而已 不过卢卡斯也很懊恼 如果自己的马儿能跑得再快些的话 后悔的事情等消灭那些怪物以后再说吧 我这个老人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也很久没有像这样被激怒了 由于不屈不挠的指挥官这个技能 正前方的斩杀阵已经修复了 朱皮特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艾士却在一瞬间 失去了四个宝贵的英雄角色 艾士意识到自己太相信曾经的游戏经验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更多事情 就比如木墙会因炮火的波及燃烧起来 怪物们已经突破木墙冲了过来 最终还是要隔着城墙战斗 艾士原计划是通过火力来通关这个场景 好消息是幽灵骑士的数量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战场还在艾士的掌控之下 殿下我已经将朱皮特轻救出来了 虽然卢卡斯并不喜欢面前的这个老人 但他很清楚和魔法师搞好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能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 殿下我没脸见你 我这个老人家犯下了错误 是我让无辜的年轻人们白白牺牲的 我真的非常心痛 这不是你的错 谁也没想到天空中会突然出现怪物 也没想到马儿们会因此受惊逃跑 不 这就是我的错 到了我这个年纪仍然站在战场上 那就该懂得如何应对 所以我犯下的错误要由我来亲自弥补 我一定要亲手攒了那个家伙 那你现在要专注于恢复你自己 因为我马上就需要你的力量 此时怪物们还是不断朝着城墙涌来 好火也依旧不停地向着怪物们倾斜 暂停射击 现在斩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怪物们不断向着城墙冲锋 可指挥官却下令停止开跑 但并不是艾施已经放弃了抵抗 而是因为他们要把力量留给最强的敌人 德米安你也休息一会儿 可那些怪物还在前进 你需要猎杀更厉害的怪物 趁着休息要抓紧恢复 此时怪物们已经到达了城墙 虽然城墙并没有被打穿 但怪物们却顺着城墙爬了上来 全体准备白任战 听到命令后 士兵们拿上武器站到城墙边 从现在开始 这是一场不使用魔法 而是通过身体来阻挡敌人的战斗 但这才是真正的战争 随着怪物们一步一步逼近 士兵的心都提到了扫子眼 可他们现在还不能动手 他们必须等到最合适的时机 一个能彻底摧毁敌人的时机 就是现在 倒下去 士兵闻言立刻将准备好的桶提到墙边 那是在加固城墙工程中剩下的各种杀物 为了以防万一 艾施提前将这些东西留在了城墙上 虽然有相当多的怪物 因为掉到地上的冲击四分五裂了 但剩下的怪物再一次完好的站了起来 即便遭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他们仍要爬上城墙 利用长枪尽量拦住那些家伙 艾施现在必须将猪皮特调整为主要成员 由于队伍内现在有两个魔法师 团队的魔法攻击增幅了20% 只可惜怪物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城墙 现在士兵们要用身体与怪物近身搏杀 看着面前不断发出怒吼的怪物 艾施不知道自己的士兵们能否做到 毕竟要与怪物战斗 必须要克服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耀在城墙之上 我来消灭他们 你们只要尽力坚持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了卢卡斯的鼓舞 士兵们立刻振作起来 看到这样的场景 艾施也松了口气 毕竟如果不能克服恐惧 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 必必 发动下一个人工制品 是 殿下 发动海斯特人工制品 这样一来 所有友军的行动速度 会在五分钟内加快百分之五 再加上艾施职业所附带的分离榜 人类士兵终于有了 和怪物们进行白刃战的资格 不过艾施很清楚两者之间的差距 毕竟仅靠普通士兵 是根本无法与怪物抗衡的 真正能左右这场战局的人 是那些身怀特性和技能的英雄 卢卡斯的一技能名叫抑制的一技 只要消灭的敌人越多 这个技能的伤害就会变得越高 仅凭这个技能 他就守下了一半的城墙 可对他来说 想守卫整个城墙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士兵中的伤员不断在增加 但这些幽灵骑士即便受伤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 德米安还想加入战斗 却被艾施拦了下 因为他还得留下体力对付亡灵骑士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士兵的伤亡 就在艾施一筹莫整之际 一抹火光照亮了城墙 部门已经登上了城墙 士兵们被迫以他们展开了白刃战 就在这时 一抹火光照亮了城墙 此刻那个轮椅上的身影显得无比可靠 莉莉你还可以使用魔法对吧 您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魔法师啊 不过火焰系魔法师特有的魔力不足 也在莉莉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莉莉我相信你还可以的 您还是让我退一把 而且我的魔力几乎已经用光了 再来一次就好我相信你可以的 有了各种Buff叠加 莉莉的魔法伤害提升了不少 因此他被艾施在城墙上推了一圈又一圈 就这样 通关士兵们用身体阻挡 以及卢卡斯用刀消灭敌人 再加上莉莉使用火焰反复燃烧的结果 幽灵骑士们终于全都倒下了 一时间士兵们都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生命 反应过来后他们立刻欢呼起来 不过艾施很清楚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他也很想让大火先休息一会 但现在他们马上就要面对亡灵骑士 只见幽灵骑士的残骸全都朝着空中飞去 竟然一一化作了亡灵骑士的身体 很快一个硕大无比的怪物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只是跳到地面 就能引发剧烈的震动 一时间所有士兵全都慌了神 艾施也没想到 亡灵骑士在现实中有这么恐怖 那是在游戏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普通宝 可当他真正站在艾施面前时 艾施感受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甚至因为害怕而全身忍不住颤抖 但他很快将这股恐惧强行压在心里 因为他明白 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跑 开炮 不要节省 射出全部炮弹 一瞬间猛烈的炮火淹没了亡灵骑士 可这强大的火力 也仅仅只让他后退了半步 亡灵骑士正一步步朝着要塞逼近 莉莉快发动第三个人工制品 莉莉文言当即发动了魔力增幅器 他可以为一个使用者提供一倍的魔力增幅 而接受魔力增幅的人 自然就是朱皮特 很好 现在总算有一点全胜时期的感觉 朱皮特拜托你竭尽全力 集中火力在敌人胸甲上 那殿下您可得注意好防范雷电 冠一鸣触电了我可不负责 一击之下竟然直接就打穿了亡灵骑士的盔甲 此刻怪物的灵核无比清晰的暴露在众人面前 德米安 快瞄准怪物的灵核 德米安文言当即发动千里眼 使用镜弩直直射向亡灵骑士的灵核 没有任何意外 弩剑精准命中了灵核 灵核在所有人的面前破碎 正当爱是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事 亡灵骑士却朝着要塞举起了手中的剑 英鲁剑已经洞穿了怪物的灵核 可亡灵骑士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剑 一旦这柄剑落下 整个城墙都会直接粉碎 朱皮特 再来一次 在雷电交加的天气 竟然敢将武器举过头顶 蠢货 你的愿望是被电死吗 只见亡灵骑士身上突然出现阵阵雷光 下一秒 蓝色的电光就直直落到怪物的身上 虽说亡灵骑士已经彻底被雷电吞噬 可他手中的剑已经朝着城墙斩下了 所有人 快躲开 快逃出黑色的阴影 殿下 您也需要躲 但此时亡灵骑士手中的剑已经落在城墙之上 这一剑的余威甚至都掀翻了周围的士兵 由于卢卡斯的帮助 艾尸并没有被刚刚的攻击伤到 团队中的英雄角色也都及时躲开了 但亡灵骑士的剑却留在了城墙上 现在艾尸他们已经没有再站的能力 好消息是亡灵骑士也在刚刚攻击中 消耗了最后的一点生命值 他们总算赢下了这场战斗 此刻亡灵骑士的残骸却再次出现一遍 卢卡斯连忙准备保护艾尸 但艾尸却拦住了他 原来这是亡灵骑士最后的挣扎 虽然这个攻击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但如果不小心被卷进去 就可能会造成精神崩溃 这里是人类的灵谱 赶紧滚出去吧 就这样亡灵骑士最后的攻击化作金光消散了 那个巨大的怪物呢 那些幽灵呢 是皇子殿下把他们都消灭了 一切都结束了吗 随着亡灵骑士的消散 曙光终于透过了厚重的云层 帝国的国旗仍旧飘扬在克罗斯罗德 我们战胜那些怪物了 我们胜利了 我们活下来了 以后我们也会继续胜利 继续活下来 恐怖渐渐从士兵们的眼睛中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对胜利的喜悦 此刻碍失在大家眼中 再也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三皇子 而是一名合格的指挥官 一位真正的领主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经历的仅仅是第一个场景 战争结束的当晚 克罗斯罗德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城市的中心广场上 此刻却灯火通明 我们打退了那些盔甲怪物 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 干杯 各位今晚喝个痛快 我请客 爱师的致辞结束之后 宴会开始了 经历了一天的战斗 人们沉浸在音乐之中迎来了短暂的休息 士兵和居民们一杯接一杯不断唱歌 锅子里的食物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考驾上的牛排也在滋滋作弃 这一切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美好 但爱师却远离人群独自坐在一旁 看着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他的内心也得到了满足 殿下您还好吗 您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快来吃一点吧 长大的亡灵骑士倒在了城墙之前 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人们在中心广场举办了宴会 但身为领主的爱师却远离人群坐在一旁 您现在的表情 不像是打了一场胜仗的指挥官 您在没有巨大损失的情况下 打退了一千多个幽灵骑士 我认为您可以再开心一点 这次确实我们没有太大的损失 但还是有些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爱师很清楚 在有人去世的时候 谈论损失大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生命没有轻重之分 所有人的生命都非常宝贵 可爱师却因为自己的傲慢 并没有救下所有人 如果他当初可以再考虑得周到一点 也许他们就不会失去生命了 而且和教程那个时候不同 这次绝对有改善的余地 意识到这些后 爱师的内心越发痛苦了 殿下我认为您已经做得够好了 没必要自责 我知道就算我说出这种话 您的后悔也不会消失 可是殿下 这里是为了庆祝胜利举行的宴会 您不高兴的话 士兵的士气也不会高涨 请您笑一笑 至少在这一瞬间 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吧 那也是一名指挥官该做的事情 他说得非常对 爱义德突然从爱师身后冒了出来 虽然对牺牲的人们进行哀悼很重要 但也要有时间去庆祝胜利享受快乐才行 只吃肉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些蔬菜 同时也要恭喜您通过场景一 那是一个很困难的场景 您做得非常棒 以后也拜托您一直这样 带领大家胜利下去 听完爱义德的话 爱师便拿起番茄准备吃下去 爱师殿下正在吃蔬菜 殿下这里没有肉了 所以只能吃蔬菜了 对不起殿下 是我们错了 因为只吃肉而名声大噪的三皇子 居然在这里只能吃蔬菜 臭小子们 快去给殿下拿肉来 还有酒也给殿下拿过来 让我们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爱师不明白事情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她明明还打算在一旁复盘 今天的战斗 这个时候一只手 却拉住了爱师的衣服 原来莉莉悄悄来到了爱师身后 而且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已经喝醉了 拜托您让我退一把 让我退一把 皇子殿下 但最近如此缺人的情况下 爱师怎么可能让莉莉退居幕后 好在炼金术士们 很快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于是便将莉莉拖走去休息 不过爱师还没回过神来 德米安又开始了 皇子殿下 这里的水有点苦 原来朱皮特一直在偷偷 正正的佣兵 不仅要学会喝点 还要学会抽点 她就像我的孙子一样 所以我会亲自好好教育她的 这些老人竟然不断往未成年的杯子里倒酒 而且朱皮特还想教德米安 各种浪费钱财的方法 只因他觉得德米安 就和自己的孙子一样 不过这个时候 德米安却主动靠到爱师身上 竟然敢将脑袋放到皇族的玉体上 德米安你变得越来越勇敢了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经常会想起一顾朋友的样子 那天的场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种负罪感经常压抑着我的内心 可奇怪的是 只要在您身边 我的心情就可以平静下来 但爱是很清楚 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 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的那个被动技能而已 可他并不能将这些告诉德米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跟您指挥的期间 有一种魔力变得强大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您的出色指挥吗 爱师明白 这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特性和团队互助 但他并不能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大家 殿下 我和您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变得心无杂念 感觉自己的身体既轻盈又纽结 这全都多亏了您的优秀品格 和作为指导者的天生的才能 所以你也是因为这样 才仅仅跟在我身边的吗 这可不好说 为了牺牲的战友 为了活下来的我们 为了皇子殿下 不知什么时候爱师身边突然围满 都怪我们没能好好活跃气氛 居然让能连喝一周酒的皇子殿下 连一杯酒都没下毒 既然敢让我这个领主兼司令官喝酒 那也说明你们能承受得住吧 所有人 给我把酒全部倒满 就这样 大伙在月亮横跨夜空的期间 一边大口吃肉 一边放歌纵酒 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圣命 宴会结束后 爱师便准备先将通关奖励全都打开 没想到第一个箱子就出现了金色传说 而且这还是一个SSR级的成品装备 一时间爱师都忍不住全身颤抖起来 可下一秒他就将手套直直扔了出去 原来幸运之手是游戏中用来搞笑的道具 这个手套的伤害由转盘来决定 一般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来活跃气氛的 不过再怎么说 这也是一个SSR级的道具 虽然很没用 但爱师还是捡起来戴在了手中 他只能祈祷日后会在紧急关头抽到头卷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第二天下午 爱师起床后感觉头还在嗡嗡作响 而门口的卢卡斯也是一脸半死不活的模样 你还好吗 你上午应该回去休息的 作为殿下的护卫 我怎么可以休息 就在这个时候爱意德突然冒了出来 两位早上好啊 这是热乎乎的蜂蜜水 两位每人喝一杯吧 酒醒之后爱师便来到了城墙之上 现在的城墙情况恐怕连野兽都挡住 修好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两周的时间 因为抬起那把剑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但此刻距离场景二的时间已经不到十天 离场景二开始的时间还剩不到十天 但亡灵骑士的巨剑却还留在城墙之上 想要修好城墙 最少还需要两周的时间 动员所有没有负伤的士兵 从明天开始全部投入到修理城墙中 爱意德 兵力扩充的事情怎么样了 临近的城市很快就会派来士兵 派去中心的一拆明天也都会回来 虽然其他事情爱师都可以插手 但唯独补充兵力这件事他完全没有办法 既然只有等到明天事情才会有进展 这段时间我们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我们要去地下城 摧毁那些怪物涌出的根源 我们要像上次那样通过传送门去到黑水湖吗 没错 不过我们这一次要直接进入湖水下 爱师并没有和他们解释太多 只是告诉他们明早要远征 而且由于去地下城需要五个人组队 所以爱师只能被迫带上利益 爱意德 去准备一些远征实用的补给品品 您都需要什么物品吗 可以保存的食物 这是我们可以永远避免怪物入侵的唯一的办法 说着爱师就直接选择了湖水码头 不一会几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原来真的是那个湖水 朱皮特你之前难道来过这里吗 那是在二十年前了 帝国军队还驻扎在克罗斯罗德时期 当时上面命令我们下来用泥土将湖水填满 让你们用泥土填满这么大的湖水 看来二十年前的那个指挥官也听成 动用了全部魔法兵头 他们想通过把泥土投入湖水将其填满 但实际情况是根本就填过满 无论投入多少泥土和石头 湖水都只是无止境地将他们吞掉 就好像真的与地狱像连接一样 当时这件事在帝国军队之间传的沸沸扬扬 作战开始的第七天怪物们开始大量引出来 最终全军撤退作战失败了 自那以后 这还是我第一次离湖水这么紧 紧张起来是好事 因为我们要进入更深的地步 说着艾师就通过系统打开了进入湖水王国的路 只见湖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这正是进入地下城的路口 没有一次由于艾师率先跳入湖水之中 曾让帝国的军队都无功而返的黑湖水 如今艾师却只带领五个人前往 在跳入湖水之后 周围立刻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大家镇定下来不要着急 先打开照明 很快艾师他们就看到了周围的伙伴 就在这实力里被眼前出现的东西吓了一跳 众人听到动静连忙朝着前方看去 殿下 这里到底是什么 这里就是坐胶的湖水王国 水面之下的地下城 也是我们以后需要逐一通关的 怪物们的潮雪 艾师发现在这里不仅可以呼吸 而且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大概就是因为那个古代魔法正笼罩着城市的原因 湖水下面怎么会有一座城市呢 而且我们又是怎么做到可以正常移动 不要说话 现在有人过来了 得到了卢卡斯的提醒 众人立刻进入作战状态 只见面前的白发黑袍人背着一把剑巢 他们走 大家不要紧张对方不是敌人 因为这是第一次进入地下城 艾师猜测他可能是引路的NPC 你们是来湖水王国寻找宝物的盗墓人吗 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趁着你们现在还能呼吸赶紧回去吧 看到面前的女人 艾师不禁有一丝诧异 因为这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个NPC 在湖水王国中生活着一百多名NPC 而他们将会随机登场艺人来为玩家引路 但这次出现的女人 却是艾师在反复游戏的742次中从没见过的角色 我们是从地上来的 为了寻找到怪物的根源 因为从这里不断涌出的怪物 地上正在饱受煎熬 我们是来结束这种局面的 湖水王国的恶梦不会停止 永远不会有人可以从恶梦中醒来 虽然伟大的战士和无数的英雄们 曾经为了解除这里的诅咒而进行挑战 但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失败 不要踏入这里的黑暗 在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之前快回到地上 我是阻止怪物们的要塞城市 克罗斯罗德的领主 我身上有保护百姓不被怪物清洗的责任 我不惧怕黑暗 我们必须进入这座城市的内部 摧毁怪物们的根源 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 但因为门锁着我们没办法进去 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通行 可以拜托你为我们引路吗 没问题 正好我要看看你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勇气 还是仅仅只是匹夫的蛮友 请得我来 进入城市的路在这边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非要称呼我的话 那就叫我无名吧 就这样众人跟在无名身后 沿着城墙外围走了数十分钟 我们不能跟着这种身份不明的怪人走 这一定是个陷阱 我都说了没事 先跟着他走 也就在这个时候 无名终于停下了脚步 爱是第一次进入湖水王国 就遇到了自己从没见过的NPC无名 他们跟在无名身后走了十几分钟后 总算到了目的地 从这里进去的话 就可以通向城市的内部 这里是配水设施 所以地面很滑 请小心一点 就这样众人又在狭小的配水口里面走了五分多钟 终于抵达了湖水王国的第一个区域 干涸的配水区域 这里面有着城市全体的配水设施 虽然这里现在连一滴水都没有了 爱是没有犹豫当即在这里搭建了船风门 这样一来这里就成了怪物无法进入的安全区域 而且下次也可以直接传送到这里开始 不过这个时候 莉莉已经不敢继续往里面走了 但爱是怎么可能就这么回去 引路就到此为止了 之后的路需要依靠你们的意志前进 警告你们 这里的湖水王国已经彻底被噩梦吞噬 越往下走就会越黑暗 怪物们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即便如此你们还是必须要走向深渊的话 那我给你们一个忠告 绝对不能让你们手中的火把熄灭 看到吴明如此严肃的表情 众人也沉默了 祝你们日后好运 希望我们还有再见面的一天 就这样 吴明独自一人走进黑暗之中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会生活在湖水下面的城市 皇子殿下这里的黑暗很奇怪 连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那边 不过那个女人手里也没拿火把 她是如何在这片黑暗中穿梭的呢 但这些事情爱是也不知道 我们肯定会和她再次见面的 到时候我们再问她吧 经过一番休整过后 爱是他们便准备攻略第一关了 以我们团队现在的水准 不会有什么大困难就可以通关的 就这样众人拿着火把朝着黑暗深处走去 原来这里是链接下水管道的走路 这里的镜头是哪里 不要着急我们很快就到了 原来地下城基本是由房间和通道构成的 而第一关房间的活动 赫然就是干掉面前的怪物 爱是他们需要消灭一共14只大型水勾手 虽然数量较多不能掉以轻心 但他们绝对撑不上几手的敌人 卢卡斯你负责前卫 守住那里只需要消灭靠近的家伙 德米安 这些家伙的头部非常坚异 瞄准他们的眼睛或者魔术 魔法是节省火力 你们只负责攻击冲破卢卡斯所在房间的家伙 而唯一没有战斗力的爱是 负责观望就好 就这样 卢卡斯轻易斩杀了靠过来的怪物 德米安也在一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特性 他射出的每一件都精准命中了怪物的咽喉和引擎 很快房间内的大型水勾鼠就都被消灭了 大家辛苦了很简单吧 和之前的那些敌人相比这确实很轻松 殿下这里一共13只 我们现在采集魔石吗 爱是猛然想到 刚刚系统给他的提示明明是14只大型水勾鼠 是率队轻而易举解决了怪物 可卢卡斯却发现这里一共只有13具尸体 要知道系统提示过爱是 这里一共14只大型水勾鼠 反应过来后爱是猛的回头 只见最后一只怪物已经向他扑了过来 爱是下意识伸出手给了怪物一拳 由于带着幸运之手 这一拳触发了抽奖系统 竟然打出了121点伤害 直接将大型水勾鼠一拳轰到了墙上 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傻了 要知道幸运转盘可不会轻易出现百味的数字 殿下您没事吧 您刚刚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不过刚刚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您怎么会一拳就把那个怪物 因为我的拳头是皇子之拳 皇族在陷入紧急状态的时候 偶尔可以发出超级力量 当然团队中除了卢卡斯之外 都是一副没有被收服的表情 但这件事还是被爱是蒙混过去 第二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里肯定有隐藏的东西 大家仔细搜搜看 皇子殿下 这里好像有东西 是宝物箱子 要小心一点 这可能是伪装成宝物箱子的陷阱 不过由于朱皮特黄金狂的特性 他已经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幸好这只是个普通的宝物箱子 非常抱歉 只要闻到钱的味道 我就无法控制自己 说着朱皮特就把宝物箱子递给爱是 不过他已经偷偷在口袋装满了金币 第三个房间和第一个一样 他们很轻松就通过了 很快几人就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只要通关了这里我们就能回去了 大家加油 但看到里面的场景 爱是都忍不住吓了一跳 这个房间里都是大型水沟鼠的尸体 在房间的最里面 赫然有一只巨大无比的怪物 老鼠 老鼠 必须要猎杀老鼠 必须要消灭老鼠 必须要将老鼠从这里清出去 我一定能让湖水王国变得干净 德米安没想到 怪兽居然能说人话 不过他的声音同样被怪物听到 居然还有活着的老鼠 无论干掉多少只 还是会无穷尽地出现老鼠 系统传来提示怪物是巨型鼠 下水道管理者巴尔雷克 爱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鼠人起一个人类的梦 但他没有时间想这些 因为怪物已经朝他们扑了过来 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 由于莉莉很害怕老鼠 他下意识就对鼠人使用了火焰魔 恰好阻断了老鼠的进攻节奏 眼前的这一幕给了一旁的三人很大的震撼 但也为爱是迎来了思考对策的时间 这个该死的老鼠 差不多就去休息吧 我这个老人家也已经累了 话音刚落 一到雷电就贯穿了怪物的毒物 鼠人的身体不断冒出强大的雷光 就连爱是都没想到 Boss这么快就被解决了 下成的最后一关 竟然是一个有着人类名字的怪物 爱是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鼠人直接被两个魔法师秒掉了 殿下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当然可以 不过我们现在要先打开宝物箱子 说这几人就来到了奖励箱子之前 卢卡斯 你先去把猪皮特抓住 卢卡斯你放开我 你得尊敬老人了 趁着这个间隙 爱是打开了宝物箱子 里面放着一把二级的长剑 可以对鼠系怪物造成额外的伤害 团队中唯一用剑的只有卢卡斯一人 爱是便把武器给他 虽然他不能取代你一直使用的爱剑 但戴在身上肯定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不过爱是记得应该还有一个奖励才能 于是他便又开始在箱子里翻找起来 很快就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定会在这里掉落的自动防御炮塔 拿到奖励后几人继续往湖水王国深处走去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区域 隐藏的小巷 爱是没想到 仅仅是一个湖水王国的小巷就能如此华丽 曾经由超高度的魔法文明构建的城市 如今却完全看不到任何存活的生命体 只能永无止境地沉寂在黑暗之中 一步步走向死亡 伤胆一番后 爱是在这里搭建了传送门 后面的区域会比这里更加危险 而且爱是也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大家辛苦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接下来我们要回去吧 爱是并不知道 在他走后湖水王国出现了一个人 难道是最后一位玩家吗 最终还是来到这里了 说着男人吹响了手中的笔子 一瞬间 整个小巷出现了无数水兜数 可悲的玩家们 请原谅我们的罪行 我和你们一样 一切都是为了湖水王国 与此同时 爱是已经通过传送门回到了府邸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好好休息 真不知道还能不能休息 湖水下面居然有个那样的城市 真是完全猜不到那里发生过什么 而且那片黑暗绝对是不正常的某种东西 皇子殿下 您没有其他想要告诉我们吗 虽然爱是通关了整个游戏 但游戏却没有表明湖水王国 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现在还没有 以后我们一起慢慢去了解吧 看来今晚是无法入睡 我需要去喝一杯才行 那我也一起 不喝醉的话 我好像也完全睡不着 就这样朱皮特率先推着莉莉离开 我先回神殿了 一想到那片黑暗我也有点害怕 回去祈祷的话 应该会感觉好一点 德米安你回去要好好休息 现在我们也回去缓解一下疲劳吧 殿下您不用再下去探查一次吗 我们这次已经侦查完毕了 这次会攻上来的怪物 就是水沟水军团 原来那些怪物会先聚集在自由探索区域 当超过临界点时 就会向无水的外面反乱 所以他们在探索时遇到的怪物 就是下次防御战需要面对的军人 如果这次的地下城探查 爱是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的敌人是水沟水军团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敌人 可他刚一回府邸 爱意德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无论是中心还是附近的城市 全都说不能为外面派援军 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这个时候 卢卡斯的肚子却不合时宜的想了起来 毕竟一切都已成定局 即便现在知道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爱是索性让爱意德去准备饭菜 这件事情留到明天再聊 第二天一早 爱意德就被爱是叫到了作战会议室 原来帝国现在正和西部的敌国在战斗 几乎所有的兵力都被派到了西部战线 爱是虽然很清楚这样的游戏背景 但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偏偏在自己申请联军的时候 连南部偏僻地区的兵力都被调走了 外加上距离上次战争才结束了几天 拥兵工会现在也没有多少拥兵了 正当爱是陷入苦恼的时候 爱意德却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还在笑 难道还有能提供兵力的地方吗 确实有一个 不过您会很为难的 现在是让我为难的问题吗 我们必须要解决下一个场景了 快说 有兵力的地方在哪里 既然您这么想知道的话 不如您直接跟我走吧 不多时三人就准备好了马匹 爱意德府左官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去前任领主 克罗斯边境国的府邸 边境国是守护在帝国边境的伯爵 他们需要抵抗敌国和消灭入侵帝国的怪物 因为要执行守护边境的任务 所以边境国比一般伯爵的权限要大 从最初有人聚集在克罗斯罗德的时候开始 克罗斯伯爵家就一直统治着这 因此整个要塞的名字也是取自伯爵家的信 自从要塞诞生 克罗斯家族就一直守护在这里 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 那边境国为什么要放弃这里的领主职位 如果按爱意德所说 边境国在这里的权限甚至比皇帝更大 如果他不是主动放弃领主意志 爱事也不会被任命为这里的领主 所以爱事很不理解 边境国为什么要放弃世世代代统治的领主 说起来很复杂 您还是亲自听他去解释吧 不知不觉见 几人已经到了边境国的府邸 这里是克罗斯伯爵家的别墅 他在放弃领主的位置后就搬到了这 看到面前的景象 爱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住在这里 当然了 我一直定期往这里送物资呢 就在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 你们是什么人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敢随便进入 滚出去 从我家滚出去 边境国大人您过得还好吗 是我呀 爱意德 爱事没想到 面前的这个老酒鬼居然就是边境国 得到可以抵抗怪物的兵力 爱事不远万里来到上一任领主的府邸 但他没想到 守护了克罗斯罗德多年的边境国 居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酒鬼 边境国大人 我带来了客人 我不是说过 不要让任何人来见我吗 这位是新上任的领主大人 帝国的三皇子 爱事殿下 很高兴见到您 克罗斯边境国 我是伟大的皇帝陛下的小儿子 我来这里是有事和您商谈 出去 爱事没想到自己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我让你出去 难道你没听见吗 即便边境国您是曾经统治这里的实权者 也不应该对初次见面的皇子下注颗令吧 你是不是太放肆了 需要我告诉你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吗 但此刻边境国已经拿起了武器 爱事意识到 面前的边境国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而对付疯子最好的方法 就是逃避 趁我还没动手赶紧滚 不要再出现了 就当我不存在 边境国名叫夏尔克罗斯 是一个从没在游戏中出现过的角色 但他的女儿一般杰林克罗斯 却是这个游戏最强大的坦克 所以爱事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这个酒鬼老头 话说那个老头为什么能帮我们解决兵力问题 因为克罗斯边境国家族拥有私兵 那是一支只忠于边境国的精锐部队 只要能说服边境国 兵力不足的问题就会有很大改善 看来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煽动他 可现在别说对话了 连和他见面都是个问题 皇子殿下 我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酒鬼跟酒鬼有专门变亲近的方法 听完爱意德的话 爱事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天傍晚 他再次来到了边境国的府 看来你是不懂得珍惜生命了 我上次已经和你说过了 但他看到爱事身后的东西是 他的态度转变了一些 那是什么东西 还能是什么 说着爱事先开了板车上的布 当然是你喜欢的要死的东西 毕竟三皇子出了名的风流 所以他一定不会空手来到乡村 我们一起喝一杯把边境国 这可是来自帝国的高级酒 不过您要是不想喝就算了 谁说不想喝了 皇子殿下 请进 把那些酒也一起带上 就这样边境国带着爱事进入了府 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地的酒 空气中也充斥着酒精刺鼻的味道 我好久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喝酒了 这个杯子干净了 我们好酒 居然是和平制造者元年的皇室威士忌 这个酒可是非常名贵 这款酒是为了纪念 现任皇帝即位之年而酿造的酒 即便是一般的贵族也很难想 所以爱事相信 接下来边境国对自己的态度 一定不会太差 浑浑噩噩噩的老酒鬼 一个酒肉不离手的风流皇子 他们两人间的一顿酒局 却决定了克罗斯罗德接下来的命运 为此爱事特地带来了皇室 才能享用的美酒 他相信有了这酒 边境国对他的态度一定不会太差 不愧是名酒 便宜或相比较的话 那这个酒不也应该大口喝吗 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地做出评价 总之边境国 我们今天需要聊的 不要转移话题 我只是让你进来喝酒 要是聊别的你就出去了 那你至少准备点下酒菜 听到这话边境国却罕见的没有发火 拿着 说着边境国将一袋黑乎乎的东西丢了出来 这是用我果园里的水果做成的果干 你还有果园 在窗外那里 能看见吗 就在这座府邸的后面 地方非常小 平时管理那些果树就是我的消遣了 不过艾师刚把果干放到嘴里就吐了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呀 又苦又心 这种东西要怎么吃啊 经过我如此精心栽培 才收获的水果就这么让你吐了 真是没礼貌 可话虽这么说 边境国自己也吐了出来 虽然是我栽培出来的水果 但这个是真的难吃 没办法 只能把它送给你当礼物了 你都无法下咽的东西为什么要送给我 我要是能吃就自己留着了 为什么要给你啊 一时间艾师完全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理由 克罗斯罗德坐落于大陆的最南端 这里日照亮大土地肥沃 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种植果树的土地了 不光是水果还有其他各种农作物 只要开垦土地 就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 如果那些怪物没有总闯进这里的话 虽然怪物们破坏土地 害农夫们丧命也是问题所在 但那些家伙在被干掉的时候 在这片土地上试下了浑浊的魔法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这一袋全被污染了 即使种了作物也逃不过死磕的命运 也就是说这片土地已经被诅咒了 所以克罗斯罗德周围才没有任何的农田存在 边境博用复杂的眼神看着酒杯 里面是使用这一袋无法收获的补物和水果酿造的 代表皇室的金黄色酒 既然已经这样了 您为什么还要照料果园 人活在世 心里总会有一丝留恋 那个果园就是我的留恋 现在我也不会轻易就喝醉了呀 边境博 您要不要猜猜我今天来找你的理由 我不是说过了 你要是想聊别的那就出去 你想赶我走就赶吧 但我要说完我想说的再出去 怪兽们又开始蠢蠢欲动 而且这一次规模不容想去 上次有一千只幽灵骑士入侵 虽然我们想方设法拦住了 但城墙被损坏的非常严重 而且现在也处于士兵不足的情况 我们现在急需兵力 边境博 我需要你麾下的那些士兵 九国三巡后 艾师总算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我们现在急需兵力 边境博 我需要你麾下的那些士兵 我的手里没有士兵 我已经了解到你的家族拥有士兵的事实了 确实有一些由我亲自选拔训练 并且陪我一起奔赴战场一生的朋友 但是在我放弃领主职位的时候 在我放下那个枪和盾牌的时候 那些朋友也放下了武器 现在他们都隐退了 请你重新召集他们 没有用的 这里的土地已经没有守护的价值了 不要让他们为了守护毫无价值的战线 而白白送命 让他们逃跑吧 艾师没想到 从遥远的先代到如今 一直以守护这片土地为业的家族的男人 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说 皇子大人 您为什么要来到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会走向死亡 既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 这是作为浪费一生守护这里的过来人 给你的忠告 离开这里 越快越好 在你被这里的诅咒吞噬之前 殿下您成功说服他了吗 没有 不过还是收到了礼物 哪有事情一天就可以解决的 慢慢来吧 话说回来 边境博曾经遇到过什么事情了 他好像经历过什么大事 卢卡斯你知道吗 艾伊德那小子居然让我亲自听边境博说 该死的总监 看来回去要好好教育一下他了 总之说服他是大事 但在那之前我们也得做好能做好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 怪物们的攻击都会如期而至 而艾事要做的就是尽量有效力的消灭怪物 我们回克罗斯罗德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一次 他们将会面对三只精英怪 还有3251只大型水沟鼠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城墙上的巨剑已经被清理了 今天会清理所有的残骸 正式进入修理城墙的工作 巨剑的残骸不用清理 直接丢在城墙前面 他们会成为很好的路征 刚好能做补暑器 城墙预计多久可以修好 因为城墙的状态比想象中更差 直接说重点需要多少天 还需要十天 但现在距离下一次防御战 只剩下七天的时间了 克罗斯罗德的城墙 是帝国建筑技术的成果 艾事明白这不是简单 用石头就能填补好的 我会将人力和物资空运过来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在一周内修好城墙 艾事很清楚这是无理的要求 但他现在只能强行督促他们完成 因为他们在地下城 遇到的那种巨大毛鼠 这一次足足有3000多只 保护世界的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 成功守住克罗斯罗德 艾事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在城墙上监督防御线的修理 晚上就来到边境博家里陪他喝酒 他与边境博之间再也没有聊过什么 就只是在喝酒 防御线也正在按部就班的修理 这些天的酒也让艾事的身体有些透折 终于在三天后 边境博第一次主动开口了 皇子殿下 你有深爱的人吗 听到这个问题艾事有点猛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问你有深爱的人吗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有吧 确实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真的没有吗 要知道艾事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 艾事一直是自己一个人 从来没有得到某人的爱 也没有爱过某人 只是自己孤独的生活 后来开始直播之后慢慢有了人气 从众多观众那里得到了爱 不过那些也只是观众们单方面对他的爱 年轻人 看来你的生活很无聊啊 这是独自待在家里 只知道喝酒的你可以说的话了 边境博 那你有深爱的人吗 我曾经有过 我的妻子 我爱了一辈子的人只有他 不过他在三年前去世了 就是在这里的果园被怪物们撕碎的 所以我只能用空棺材为他举行葬礼 边境博望着自己的酒杯出了审 这片土地的领主 有一个代代流传下来的魔众 也可以说是诅咒 就是这座城市和心爱的人之间 总有一天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无一例外 从遥远的现代领主们开始 再到我的爷爷以及我的父亲 没有任何一个人逃过了那个诅咒 说这些话的时候 边境博的手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也一样 最终面临了那个选择 那个时候怪物们已经在十几年间没有动作 城市一片祥和但收益却减少了 因为财政情况变差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开始新的产业 那时我的妻子说 在战线南边的土地耕田吧 当时战线以北的土地已经饱和了 南边的空地确实非常有吸引力 怪物出现的频率减少 土地的魔力污染也消失了 确实是一块可以污农的土地 所以我就向南扩张了耕田 随后其他地方的难民们也都闻讯的 因为怪物的数量较少 所以很轻松就可以将其击退 很长一段时间事情确实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而这里的果园就坐落在那个开墾地的最南端 我的妻子作为领主夫人 在最危险的地方带头开墾土地 我还记得妻子用沾满泥土的手 为我吃葡萄的画面 虽然这里刚开墾的第一年 种出的水果品质并不好 但却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甜 所以我短暂的有过那种愿望 也许我们再也不用消灭怪物了 而是可以通过开墾土地收获水果来生活 我问自己 以后也会继续这样的日子吗 第一次吃到妻子亲手种植的葡萄石 边境多内心产生了一个愿望 也许我们再也不用消灭怪物了 我问自己 以后也会继续这样的日子吗 虽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开墾的第二年 我收到了有一百只左右的怪物 正在接近这座城市的警报 我急忙回到了城市 而留在家里照看果园的妻子 则是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叮嘱我要小心 可等我到达了城市 才知道那些家伙分成了两群 有十几只怪物脱离了大部队 进攻到了开墾地 而怪物们的大部队 已经开始攻击城市了 我必须做个选择 到底是就开墾地的妻子 还是守护城市了数万名的百姓 皇子殿下 你觉得我最后选择了什么 碍失沉默了几秒 你选择了守护城市 没错 就像我们的家族世世代代做的那样 按照原理和原则 最后选择了城市 我锁上城门将怪物挡在了外面 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 最终才将所有的家伙全部击退 后来我急忙骑马挡回开墾地的时候 发现农田已经被破坏 开墾地的百姓们也全部丧命 数百名百姓 被十几只怪物撕咬的什么都不少 这里的果园和我的妻子也是一样 我忠于了自己的义务 但却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难道是因为用于对付巨大怪物的防线不够坚固 还是因为我强行向战线以南扩张 没错 全都是我的错 但其实最让我痛苦的事情是 在选择的瞬间 抛弃妻子 选择城市的自己 我的女儿说我疯了 她始终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她的母亲 而是选择了城市 这件事情发生几天后 她便离开了这里 最终守护这里一辈子的结果就是这样 妻子身亡 女儿离我而去 留我独自在这里慢慢地老去 心灵主 这只是一个例子 你应该知道人们称这里的战线为什么吧 坟墓之上的城市 用死亡堆积而成的这座城市 也会要求你做出选择的 为了守护这座城市 必须牺牲自己最深爱之物的那一刻一定会到来 爱是觉得 与其说这是一种诅咒 倒不如说这是御营 就像是在预告必然会发生的结局一样 我们的家族一直以来都承受着那种牺牲 但是我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不会将这份受到诅咒的工作 交付给我的女儿 果然 你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继承领主的位置 所以才返还了职位 没错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离开这片被诅咒的土地 过上幸福祥和的生活 皇子殿下 你说过让我帮助你守护城市吧 我曾经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守护这里了 甚至失去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已经不想再继续了 我现在不想现身于城墙上 而是想在这里的果园慢慢老去 硬在酒杯上的边境博的双眸中 已经不再有守护战线一辈子的自豪感了 他的眼眸里只有一个男人在最后一刻 不能守护在妻子身边的哄汉 时代代守护克罗斯罗德的边境博 如今只能利用酒精麻痹自己 才能浑浑噩噩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回答应该可以解释清楚 我为何不想帮你了吧 我是因为感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才实话实说的 你走吧 走之前我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若是你也遇到了那种瞬间 一定要好好决定 不要像我一样后悔 而此时距离场景二开始只剩下两天了 大家都辛苦了 吃点食物休息一下吧 看到爱世带来了食物众人立刻围了上来 臭小子们 快点吃完去干活吧 接着爱世便向负责人询问修理的进度 多亏殿下补充了充足的人力 应该能按时竣工 再有两天就能修完城墙 那现在也是时候搭建那个了吧 皇子殿下 我终于能用这个了吗 原来这是爱世在地下城得到的魔法卷轴 今天正好被炼金术士研究完了 爱世没有犹豫当即使用了卷轴 一阵光芒过后 爱世手中的卷轴消失了 接着爱世便开始寻找搭建炮台的材料 之前宝箱里得到的二级魔力盒也派上了用场 准备好材料之后 爱世就选择了炮台搭建的位置 一瞬间地上的碎石就全都飘向空中 在众人的目光下组建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大炮 仅仅过了几秒钟 爱世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城墙 他很希望这种状况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离开城墙之后他就来到了铁箱铺 他用之前收集的材料帮卢卡斯定制了一套盔甲 这套盔甲虽然数值很一板 但它的特性却有很大作用 亡灵化可以让使用者在五秒内免疫所有伤害 不过在这期间使用者也无法攻击他人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的 这是当然了 这可是我亲自为你量身定制的 卢卡斯当时来量尺寸的时候也是一副要哭的表情 爱世决定以后得经常给他送一些礼物了 谢谢你做出了一身好装甲 我才应该感谢您 久违的碰到了这么好的材料令我非常开心 若是您再交给我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出好东西 殿下还请您经常来定制 要知道直到游戏结束 铁匠铺制造的装备在攻略中都非常重要 所以爱世一定会长期光顾这里 铁匠铺的事情处理完后 爱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我们去西部地区吧 那里有最重要的活动 在要塞城市西边的平原 祭奠死者的炮声响彻天际 弥补克罗斯罗德空缺的兵力 爱世拼尽全力想要得到边境博的帮助 但边境博的身上早已没有曾经的意气风法 他现在只是一个等待死亡的迟暮老人 不过爱世并不会因此受挫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 怪物们都会如期而至 好在城墙的修筑和防线的搭建还比较顺利 如今爱世就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 我们去西部地区吧 那里有最重要的活动 在要塞城市西边的平原 祭奠死者的炮声响彻天际 葬礼开始了 这是为了在上个场景中丧命的士兵们举办的葬礼 整整齐齐的墓碑之下 一些新棺材被土埋了起来 上一个场景中死亡的人数并不多 爱世不知道这到底是万幸还是不幸 圣哥队的歌声不断在周围回荡着 就这样 所有的流程在一瞬间就走完了 夜幕降临时 爱世还是望着眼前一块块墓碑不肯离开 将城市预算的一大部分都用来办葬礼 而且还制定了王者补助金 的确像是皇族的作风 但这里是怪兽前线 这是一个以则粮食的地方 总会有这种善意无法承受的瞬间到来 边境博 您就是为了说这种话才来到这里的吗 还是说你的酒都喝光了 对我这种人来说酒总是不够喝 我也会自己来买 但是今天来是有其他原因 我问了老战友们的意见 他们曾是我的士兵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你守护城市 所以呢 他们是如何回答的 他们都说愿意 愿意再次守护城市 太好了边境博 这是我这个星期听到的消息中 最好的一个消息 虽然不知道那些老兵能不能帮到 但他们正在重新武装 指挥权就让给你吧 派遣他们是千万要小心 他们都和我一样是老头子 真的太感谢您了 边境博 你不必谢我 而是要感谢他们 要知道爱是正因为边境博的顽固在苦恼 没想到边境博居然主动来帮助自己 那也是多亏了您去和他们说 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这个糟老头子也只能帮你这么多 这座城市就拜托你了 心灵主 祝你好运 感谢您的协助 边境博 我会好好表现的 我今后也会经常去借用您的智慧 这算什么智慧 记得带上酒 我十分担心您的身体 会给您送充足的药材 臭小子 你要是送那些还不如什么都不送 就这样 边境博挥了挥手 离开了自己守护一生的克罗斯罗德 爱是看着边境博逐渐远去的背影 他的内心很想挽留边境博 因为边境博即便年事已高 但他作为守护着前线一辈子的司令官 一定能在防御站上帮大忙 但爱是并不能整 因为边境博已经在这座城市失去态度 爱是唯一能做的 就是默默看着这位老人远去的背影 爱是还想着下次有机会可以和他促息长谈 听一听前任领主的忠告 但此时的他做梦都没想到 永远也不会有下次 是克罗斯罗德两任领主间的最后一次交谈 世世代代守护这里的边境博 终于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从现在开始将由爱是来守护城内的万千灯火 边境博挥了挥手 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两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城墙也已经彻底修好了 虽然很多地方急着赶攻 但是做到城墙引起的作用还是没问题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不仅物资充足 而且意志空缺的兵力也得到了补充 虽说黄昏兵团原先有一千多人 如今站在这里的只剩下三百人 但是能有这么多人过来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 自动防御火炮能很大程度弥补火力不足的问题 专为怪物准备的斩杀区也已经布置完整 爱是现在有信心可以轻易击退这次的敌人 但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了 在那片空旷的土地上 只有他一人默默看着克罗斯罗德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骑马从远处赶来 皇子殿下侦察基地来报 怪物们已经朝着克罗斯罗德涌过来了 没过多久 爱是就看到空旷的土地上布满烟尘 他们就要来了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自从玩这个游戏以来 爱是从没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烟尘中好像有一个人影 他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人出现在怪物的必经之路上 殿下您怎么了 德米安 你没看到那边有个人吗 德米安立刻发动千里眼 我没看到任何人 皇子殿下 爱是面色凝重地望着前方 他只能祈祷刚刚真的是自己看错了 就在这时 城墙开始震动起来 这就意味着攻城的怪物们已经很近了 但越是这个时候 爱是就越要冷静下来 不管刚刚是不是眼花了 也不管敌方的数量有多少 爱是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拦住他们 炮兵部队 准备发射 听到命令的瞬间 城墙上的火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无数炮弹朝着鼠群飞去 在狭小的通道中对鼠群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仅仅第一次炮击 就让数百只老鼠粉身碎物 爱是很清楚 鼠群的特点就是数量多 其他的根本算不了什么 而且他们因为数量太多 所以都是成群移动 只要进行范围攻击 就可以一次干掉一大群 不知不觉间战斗已经开始三十多分钟了 按照这样的进度进行下去 一定可以无伤通过这个场景 可就在这个时候 老鼠居然翻过了蓝路的木墙 爱是连忙拿起望远镜观察战场的情况 原来木墙下面鼠群尸体堆在了一起 那些怪物踩着自己同伴的尸体翻过了木墙 以为是最容易通关的一个场景 可爱是却在场景开始前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但不等他细想太多 老鼠却又翻过了木墙 随着怪物们的尸体不断堆积 木墙不堪重负倒塌了 斩杀区现在就失去作用是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连忙让炮兵部队和闯弩部队改变瞄准点 还好斩杀区和城墙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中间还铺满了障碍物 但爱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失去了限制之后老鼠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大型的火炮和闯弩根本无法瞄准他 一时间爱是也想不到该如何解决 身为指挥官他本该注意到老鼠的特点 也许是最近接踵而至的好消息 让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照这样下去 会有比爱是预想中更多的鼠群到达城墙 就在这时一旁的自动防御炮弹洞 仅仅一瞬间就射出了数十发炮弹 而且无一例外全都精准命中了城墙下的怪物 爱是都不禁被他的效果震撼到了 可仅凭一个自动防御炮台 依然无法改变整个战场的局势 而且耗尽炮弹之后 自动防御炮塔进入了再装填序列 现在再也没有能阻挡这些老鼠脚步的东西 虽然巨剑的碎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他们到达城墙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一旦他们到达城墙 那就不可避免的要用身体拦住鼠群 为他们充当导师的作用 重新将已经溃败的战场拉回了正轨 多亏了黄昏兵团的活跃 才能有效地攻击那些水沟鼠 而在同一时间 艾斯和他的队员们也在负责各自的任务 卢卡斯在前线担任指挥 负责根据艾斯的指令下达精确的命令 即便不懂用兵之道的艾斯下达了魔棱两可的指挥 卢卡斯也能喊辟而喻 之后下达精准的命令 德米安负责狙击 虽然有些慢弹射的很准 所以靠近城墙的水沟鼠都被他一一击毙 也许在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中 他的作用并不出色 但也为艾斯减轻了不少压力 莉莉依然在现场负责管理守城的人工制品 她有点刻意地提高自己的音量 似乎显得自己很忙的样子 就好像在给艾斯展示 我有在认真工作 可即便这样 艾斯现在也不能让她退居幕后 唯一不同的就只有朱皮特一人 在所有人忙着抵御怪物的时候 她独自一人躺在城墙上喝着小酒 所有人都在努力抵御怪物的时候 朱皮特却独自一人躺在城墙上喝酒 虽说艾斯确实让她先休息 但她没想到朱皮特会光明正大在这里喝酒 关键朱皮特还是珍贵的魔法师 艾斯也不好说她什么 真要说起来的话 艾斯其实并不喜欢这位奶奶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战线都还维持得很好 而且自动防御炮塔也已经装填好炮弹 她每一次发射炮弹都能对鼠群造成有效的打击 照这样继续下去 就一定可以顺利通过这个场景 但就在这个时候 艾斯再次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那个黑点 赫然就是艾斯刚刚看到的人影 意识到自己并没看错后 艾斯立刻绘制了地图 看到地图的瞬间她愣住了 她没想到场景2居然出现了敌对NPC 虽说这个游戏会在每个场景出现不同的活动 其中来自敌对王国或湖水地下城的NPC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阻碍场景进行 但现在才只是场景2 根本不是敌对NPC会出现的时候 而且艾伊德现在并不在这里 他也不能询问现在的情况 德米安 你看到那个男人了吧 皇子殿下 您说的是那个游鹰诗人吗 不要犹豫 立刻瞄准他的脑袋射击 但是他看起来不是怪兽 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类啊 直到听到德米安说游鹰诗人 艾斯才想起来那个人究竟是谁 一定要在那个家伙吹笛子之前 射中他的脑袋 但德米安犹豫了 他的手在颤抖 他不想将武器瞄准一个人类 你不是说过要成为我手中的枪吗 如果你不想看到更多人丧命 就立刻瞄准他的脑袋 可一切都太晚了 一阵悠扬的笛声传到了城墙之上 艾斯缓缓回过头 望向游鹰诗人的方向 只见笛子被游鹰诗人放到了嘴巴边 本该悠尔的笛声 却让艾斯有些胆颤心惊 一时间所有水沟鼠都停下了动作 城墙上的士兵们也全都愣住 他们不明白这些老鼠 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下一秒 所有老鼠发出尖锐的叫声 像是在回应游鹰诗人的笛声 他们朝着同一个地点涌过来 是哪里 他们的目标是哪里 是城墙的中央 那里是 今天刚刚修完的部分 大炮和床弩部队 全部改变瞄准点 集中所有火力 城墙上的局势千变万化 怪物们的行动变化得太突然了 水沟鼠的加速 让士兵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但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最前面的水沟鼠 居然一头撞在城墙上死掉 而且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随后感到的怪物 也是狠狠一头撞了上来 就撞在今天早上 刚修复完的那堵城墙上 游鹰的诗人带来死神的情节 悠扬的笛声奏响进攻的号角 怪物们前赴后继涌向要塞 没有一丝犹豫 狠狠一头撞在城墙上 就撞在今天早上 刚修复完的那堵城墙上 要知道几个小时前 才刚修完城墙 虽然大家在不充足的时间里 全力以赴了 但城墙的状态 不完整是难免的 因为是指集中修理了 有裂缝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缝隙也是没办法的 现在那群怪物 就在用自己的身体攻击缝隙 他们用头撞击墙面 用脚指甲掀开铁板 用牙齿咬碎石头 一步步瓦解城墙 用其他怪兽都做不到 只有老鼠能做到的方法 即便因此丢掉了幸运 也在所不惜 可偏偏爱诗 没有任何办法应对这一切 那一瞬间 不知道是不是爱诗的错觉 他似乎看到那个游银诗人笑了 游银诗人是 湖水王国出身的NPC 可以用笛子 给怪兽们下达命令 被玩家们称为 吹笛子的男人 德米安 快点瞄准他的脑袋 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可德米安的手 却一直颤抖个不定 游银诗人似乎在挑衅一般 在德米安的瞄准下 调整了一下帽子 德米安 你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直到游银诗人消失 德米安都没能射出手中的弩箭 反而在他逃走后 如是重负般放下了十弩 十分抱歉皇子殿下 虽说他是敌人 但对我来说瞄准一个人类 不过爱诗也能理解 毕竟德米安原本的职业 是一名治疗师 但他们的敌人中 也有很多人类 今后和人类对战 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无法克服这个问题 德米安的战斗力 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问题 我们留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聊吧 现在爱诗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需要解决 把所有火力全部集中 一定不能让那些怪物 靠近城墙 猪皮特 你有事干了 快点给我出现 我就知道您会需要我 早就做好准备了 给我把那些老鼠 全都轰成渣子 一瞬间强大的雷电 从天而降 直直落在城墙前面的鼠群中 莉莉 准备火焰喷射人工制品 全都使用最大威力 是 殿下 发动火焰喷射人工制品 下一秒强大的火焰 就从人工制品中喷油而出 一时间城墙前面 成了鼠群无法踏足的进去 现在这片区域 已然化作一个天然的斩杀区 你们以为帝国 见着要塞是摆什么 一群没有脑子的蠢货 就在这时系统 却突然传来新的提示 刚刚还用问号表示的 BOSS突然有了名字 这就意味着 现在是BOSS登场的时候 而且他们还带来了 第二波水沟鼠军团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突破城墙最薄弱的地方 拦住他们 一定要拦住他们 艾师利用怪物的特性 将城墙变成了新的斩杀区 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水沟鼠军团的BOSS 鼠人斗士出现了 伴随他们一起的是 第二波的水沟鼠军团 几乎在出现的瞬间 鼠人斗士就朝着城墙直直冲了过来 你们别傻站着看了 一定要拦住他们 一时间所有炮火 都设向刚刚出现的鼠人斗士 可鼠人斗士 完全不管那些炮弹 直直朝着城墙跑去 要知道他们的快脑 比艾师当初在地下城 见到的鼠人 至少大了两倍 一旦让他撞到城墙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毁于一旦 就在这个时候 自动防御炮塔的炮弹装填完成了 一瞬间数十发炮弹 直直射向鼠人斗士 强大的火力瞬间将其淹没 就这样 第一只BOSS倒在了众人面前 可现在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 他们又来了 准备好 一定要弹掉鼠人斗士 开炮 不要接手 火力全开 发动魔力增幅人工制品 对象是猪皮特 皇子殿下 我现在好像有始不完的力量 你们这群鼠崽子 让我教你们要怎么尊敬老人 只见数十道雷霆如雨点般 落在鼠群之中 仅仅一瞬间就有无数只老鼠龙化 但正是因为这样 鼠人斗士并没有倒下 猪皮特的攻击被分摊了太多 剩下的伤害并不足以击杀鼠人斗士 莉莉 快使用火焰喷射 可是皇子殿下 人工制品还在冷却 所以啊 莉莉你得亲自出马 强大的火力瞬间吞噬了鼠人斗士 在漫天的火光中 鼠人斗士终于停下了脚步 带火焰散去 第二只鼠人斗士倒下了 但就在这时 第三只鼠人斗士扒开了挡在前面的同伴 还剩最后一局 一定要拦住他 只见卢卡斯将剑扛在肩上 他的眼神无比坚异 下一秒 卢卡斯的长剑便从城墙上直直飞射而出 但这一剑的伤害仍然不足以击杀鼠人斗士 皇子殿下 还差一发 德米安 给这一切画上句号吧 没有丝毫犹豫 德米安发射了手中的石墓 成功了 我们干掉他了 可下一秒 鼠人斗士却亮亮呛呛 朝着城墙跑来 艾斯没想到 他受了这么多伤害后居然还能动 随着一声巨响 鼠人都是倒下了 但他最终倒在了城墙之下 城墙被攻破了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边境搏在远处看着这里的战斗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司令官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群怪兽的不同 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怪物也不是鱼龙混杂 而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军团 他无法想象 艾斯居然已经经历了三次这样的战斗 边境搏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艾斯会极力请求自己帮忙了 那个只会在都城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好 可这一切还是太危险了 边境搏很犹豫要不要帮忙 可他想起了自己回到果园时的场景 克罗斯罗德留给他的回忆实在太痛苦了 而且边境搏早已经卸任了 作为一个老人家 他没必要亲自出马了